好 大家好 我想就是我先给那个云伦老师做一个介绍 就是因为我想我们很多朋友可能都 就是很多朋友都第一个好奇 为什么今天中午 那么中午的话 因为云伦老师在美国 就在美国我们这个这样的话 这个中午的时间它OK 所以这是一个部分 再一个就是我想就是 可能我们的就是我们这边的一些朋友 也就是对云伦老师可能了解也不多 就是我想给云伦老师做点简单的介绍 我看在网上大家对你的说法 云伦老师就说你是这个职业女生 就当我想就我这边做一个部分 就是就是我觉得 云伦老师经典的这个学霸 加这个职场女生 就是我可能大家都知道 我是这个北京大学毕业 云伦老师是清华大学毕业 但是我是非典型学霸 我是那种平时成绩 其实没有那么好 到了最后的突然间爆发的人 但云伦老师一直都是这个经典的 这种学霸 最后读清华大学生物学系 比我小几岁也比我晚几年 然后后来去了那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就是这是非常就是排名极高的这个学校 就读了分子生物学的博士 当这样读完之后 就是又去了就在职场中 我觉得这是顶尖的这个大家所期待的这个公司 去了麦肯锡 而且在麦肯锡做的非常的这个顺利 然后最后就是当然到我们外人看来就非常的顺利 那么最后做到这个麦肯锡的这个合伙人 那么在职场上如日中天的时候 就是非常好的时候 后来又去做了比尔盖茨的这个慈善基金会 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英诺 你这边又多了另外一个部分 传奇的色彩 就是我们觉得前面这些所有的部分 都是中国社会 也包括中国家长梦寐以求的部分 你看学习上一直都是雪霸 读了清华大学 UCLA就是应该是这个是吧 就是洛杉矶 就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又读了分子学生物学博士 又去了麦肯锡 我想这就是中国社会所期待的 这么一种最经典的这个成功 你这全具备了 接着在你的人生中出现了传奇的部分 我就去了这个比尔盖茨的这个慈善基金会 这部分已经够传奇了 因为从麦肯锡做了这么一个选择 收入上依我所知严重的下降 那么接下来又做了一个非常急剧挑战的部分 在中国开了 你这个应该算私立学校吧 在中国后来开了这个就是一土学校 就是所以我想大家都知道 在中国做教育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就是如果大家对教育稍微有点了解 或者知道中国的政策 就是真的对私立学校是相当的不友好 在这种情形之下 就是而且是从麦肯锡到比尔盖茨 慈善基金会又到一土学校 我想这种选择就是让这个伊伦这边多了一个传奇的色彩 所以我们不管怎么样 而且我们看见这个一土学校又做的 至少在我们外人看来又做的相当的成功 也包括这个伊伦的公众号 努力社会 也包括你开的一些课程 就是也包括我在网上看了很多 就是对你的这些采访什么的 我都觉得真的就是可以说你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力量的这个女性 就是或者你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人 就是前面加上这些通常的标签 这个职业女生 职场女神 加学霸 加传奇 是吧 那我想正好伊伦还有这本书 就是力量从哪里来 那今天就是因为在我们谈之前 就是那个伊伦老师我们进行了一次沟通 我们就在想今天我们这个主题是什么 所以正好我想就在前面再加两个字 真正的力量从哪里来 就是今天就是从我的角度来讲 是想听伊伦老师更多的来分享一下 就他的这些经典的成功和非经典的传奇的选择 就是这些都是怎么做的 还有一个部分忘了介绍了 我想在伊伦经常强调的部分 就是尽管在职场上就是有这么多辉煌的经历 但同时你还是三个孩子的妈妈 就是你在就是教育自己的三个孩子上 就是也非常的OK 所以我想这可能是大家都非常关心的 好我的介绍就到这 谢谢伍志宏老师啊 这么一讲我觉得就直播就可以结束了 都讲完了 怎么会 暴秘还没讲 对对对 谢谢伍志宏老师的介绍 大家也大家好 如果是不认识我的 或在不是我直播间的朋友们 很高兴有机会跟跟吴老师这个对话 借这个机会跟大家有这样的一种形式的交流吧 好的 那这个时候就我想先从一个这样的部分开始 就是可能大家都会关注是吧 就是你是如何成功 或者是就是而且我们知道 就是你不仅你自己就是非常成功 就是在你周围也汇集了一群 就是就我们通常所说的精英人士是吧 我想你也见了很多这个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 学习上职场上也包括其他方面的成功的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就很想来探讨一下 其实过去我也只对这个 这叫什么成功心理学 就是对对对这个是有些抵触的 因为我们会觉得那个很容易成为传销的这个部分 但是现在我也对对这部分不断的越来越好奇 就是就就就也包括去年 就我们这边的朋友都知道 是我开了一个课叫把事情做好的心理学课 就是我也的确会觉得普通人和高手之间 或者普通人和天才之间 就是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差别 我也一直在探讨探讨这个差别在哪 那么今天也很高兴能够给这个议论你来这样来详细来谈谈 就是在就是你对这个部分的这些理解 那我在看你书的时候 我其实我注意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部分 你前面都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这个这个点 在讲到我不会我不懂就是我不了解 好像先承认自己的这个不会不懂不擅长 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部分 而且我看你在几个关键的这个发展点上 就是这都是你能够就走向成功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开始 是吧 那么关于这部分就是就是请多说说吧 嗯 谢谢吴老师对你说特别对哈 首先我也对这个所谓的成功心理成功学是有抵触的 所以我跟你是一样的 但是我也是做了一个转变 我的转变也是觉得其实我觉得追求成功是一件 每个人不仅有权利而且有能力做的事情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会把成功定义的非常狭窄 比方说成功就是说我做到某个大公司的CEO啊 或者是就是或者是说我在某个领域成为特别特别 呃了不起的这么一个人或者两个人 那这样的话呢 那他的定义就就就使得成功这件事情是一个概率非常小的事情 对吧 那你想大公司一公司几千人那只有一个人能做到高管 那肯定概率非常小 但是我觉得这种定义其实是是是有问题的啊 因为我们就是以这种为定义的话 那你那你说到底就从按从概率来讲 那你基本上大概率就是要失败的 那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种起点去思考成功的话 那就他就会变成一种丛林法则 对吧 我怎么成为那一千个人里面的一个人 就这种成功学我觉得是有害的 但是如果我们把成功学更广义的去理解 就是说每一个人其实都有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这样的 首先是一个权利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权利 另外其实我们也有这样的能力和可能性 就当我们这么想的话 我觉得那成功学就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学习掌握的一门 所谓学问 学问可能说的比较窄了 但是你想这个我不是这个心理学的研究人 或者研究研究者或者是学者 但是我觉得就但这个 所以我可能讲都是些大白话 这个然后那个吴老师也不要见笑 但我想你说每个人的人生只有一次 是吧 所有人都是这样的 那你不管你是做到国家元首 还是你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农民工人 所谓的平头老百姓或者是普通人 那人生对你来讲只有一次 那这一次就是他就是无价的对吗 那当我们每一个人当然都希望能够活出我们有价值的一生 那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觉得那就这件事情是每个人都应该去追求的 所以您上次提到那个做成事的心理学 我觉得我也很好奇 我觉得应该是非常有道理的一件事情 就是每个人都可以把事情做到的 但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些智慧 需要一些方法 需要一个场域 或者需要一些支持 但他就首先我觉得大家坚信这件事情是可以的 那第二个您提到的是说 对不起你的问题是什么来着 因为我看你的书 就是你一直在讲 就是关于 我说不会 对对对 对对对 我现在觉得其实 那对 首先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事实 对吧 每一个人进入一个新的领域 那他都是从不会开始的 就算是 就是但这个我觉得可能是我们需要破除的 我其实 我在里面 我不知道书里没有引用那个例子 非常有意思 因为我当时到盖茨基金会之后 我那个 等于我刚刚开始接手这个工作 但我接手一年以后吧 等于盖茨基金会 整个这个组织的CEO 也换了一个新人 然后当时他就到中国来 那当然他也是刚刚上任 然后他也是个女性 也蛮了不起的 我就跟他聊天 他说了一句话 我就印象就特别深刻 因为他在就是盖茨基金会 这个工作之前的前一份工作 是UCSF 就是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 那其实是一个 从医学院角度来讲 是非常好的一个学校 他是那个学校的这个校长 他就说他当时去做校长的时候 他就是想 哎呀有很多想法 我要这样做那样做 他说当时他的一个 他收到的最有价值的一个 建议 就是当时他的一个前辈 跟他说 说这个 你来这个新的职位的 第一个月 你只有一个工作 就是找到厕所在哪 就这个意思 当然他是隐喻的 就是说你不要想这么多 就是你能在你这楼里边 知道厕所在哪 就很了不起了 你要把这个当成目标 你要承认我不知道 我连厕所在哪都不知道 就是我觉得他这个是 非常有价值的一句话 我也非常感谢他跟我分享 因为别人会觉得 哇你都当过大学校长 对吧 现在又去做了一个 这个最大的私人基金会的CEO 这个大家报道起来 都是天上的人物 但是他讲自己的成长经历 他说我这第一来 我这第一一上任 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都不会 我就要去问 其实这是一种 就这种所谓的 归零的心态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有的时候 我们的障碍 不在于我们不能去学习 而是在于我们认为 我们不应该去学习 或者我认为 我已经知道了 那一旦有这样的 一种障碍的时候 实际上你去获取 你需要的知识技能 或者对行业的了解 反而是自己给自己 设置了个障碍吧 那么讲在这我就想说 就是因为太多时候 我们都面临了一个 巨大的障碍 接着关于自恋 用我们大白话来讲 就是要面子 就是当我们在一个 很高的位置上 或者是自己认为 自己是一个很厉害 就是这么一个位置 然后突然之间 到了一个新的位置上 到了新的位置上 有时候看上去非常的辉煌 就比方说 这个比尔盖茨的 慈善基金会 就是到了这儿 就是让你来主管这个部分 这个位置非常非常的辉煌 如果这个时候 但是我们自己的面子 或者这个自恋放不下来 我们还希望自己一种 我很厉害 我很牛逼 以这么一种心态来出现 那最后就构成一个 很大的障碍 就希望自己一上来 就是一个很高的位置 那么就是 而且在能力上 也是个很高的位置 那么这个时候就可能 就是严重的 就是降低了自己的 学习的可能性 但我看你的书里头 就是应该在你几次 其实都有这么一个转变 而且这个转变 虽然你都做了 而且后来你也讲了 就是你这么一个重要的领悟 就是先得承认 不会 但我看每次转变 其实最初都不是那么容易 我感觉你也是 到了一个地方 就是因为自恋 用我的语言来讲 这个自恋是人的根本属性 所以它必然会发出作用 所以每到一个位置上 你也希望自己一上来 就是厉害的那一个 但结果后来 就是有一些事情 也包括有时候有周围人 对你的一些触动 然后就是当然后来 你也形成了这么一种哲学 就是你就就是说 那我先得承认自己不会 然后当承认自己不会之后 这个时候好像才能够从 这么一个想象中的 这个自己很厉害的位置 降下来 降到一个 因为无论如何 就是你这个位置就算再好 就是就算再厉害 自己过往的履历再强 那么这是一个新的位置 那么这个时候 无论如何在这也是个 自己是个新手 所以当承认自己是个新手 就是这就是一个极其重要的 这个开始是吧 所以这个时候作为一个新手 就有一个准确的这个预判 这个准确的预判 就是我找到厕所的位置 就已经挺不错了 就是就这个其实 道理听上去很简单 但是我在我看你书的时候 我觉得还是蛮受触动的 当然这样我感觉 这个话题可能引入了快一点 但我觉得就不妨快一点 就因为我记得你从这个就是分子生物学的博士 进入麦肯锡 其实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部分 因为在前面我感觉一路都是学霸 因为学习和职场很不同 是吧 就是可能前面这种挫败 或这种巨大的转变 好像在你书里头没见你讲到 应该说从就是这个UCLA的这个 这个就是加州大学分校的 就是洛杉矶分校的 这么一个分子生物学的 就是自己很厉害的这个位置 很擅长的角色突然之间接了麦肯锡 我想这个时候 就是这一次的这个转变的完成 应该是就在我的感知之中 在我的想象之中 应该是相当不容易 对对是的 对我那其实书里的确有写 因为就是很有意思 其实有的时候人会处在一种 非常矛盾的这么一种位置吧 矛盾的意思呢 就是说你在你当然被录取 或者是你去申请工作 人家要你 那肯定是因为你有所谓的过人之处 对不对 那就是那你首先你有学位啊 然后你肯定也在整个 整个的这个面试过程中 也表现的不错呀 对吧 你肯定是有的 那你也知道你有 你也知道你如果没有 你不会拿到这个工作的 但另外一方面呢 那又是全新的 你又要承认 其实你啥都不会 所以那人有的时候 内在会很纠结 对吧 一方面那我如果没有过人之处 那这么多人你怎么选我呢 那肯定是吧 那我肯定还是蛮厉害的嘛 那另外一方面呢 你要承认 我就是什么都不懂 就是什么都不会 那就是 其实人在内在 要有这种自洽 其实是挺难的 就这个实际上是 是我觉得是第一 当时第一 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 这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 每天都生活在这种 好像非常 就是非常分裂的 这样的状态 一方面都给自己打气 说啊我还是不错的 我还是可以的 另外一方面说 哎呀我是不行的 对吧 那人在这个里面其实很难 所以其实最后 呃我那时候觉得 可能我给自己 把这两个 这种精神分裂的状态 合在一起 就说其实 你的确是两个同时存在的 你说所谓的差不多 不错 那就是知识证明 你以前不错 对吧 就是你至少以前的履历 能够让你到一个新的起点 那既然是一个新的起点 那新起点 你就是什么都不会 所以这两个 你要这么一解释 他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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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他就是自洽的了 就好像我高中很不错 所以我就去了清华 那到清华 就是个新起点 因为在这种学校的层次上 我们可能更容易理解一点 但是在工作里面 可能就更难一点 因为它不像 学校一个是一个直线 大家都在做一件事情 你很多时候是没有跟你可比的人的 所以你必须在 等于在这个一个很模糊的 这样的一个新的领域里面 重新去构架自己的所谓的定位 对吧 这个定位是让你 是让你不分裂的 你知道怎么去解释你的过去 也知道这个过去 其实在现在是一个归零的状态 是很难的 就这么一个 我想应该有一个关键性时刻吧 就是 所以我也好奇 就比方对你来讲 不知道有没有这么一个 其实之前你也讲到是吧 一方面对自己有很深的这种信任 也知道来到麦肯锡 也是因为麦肯锡 就是看中了你的 就是各种各样的能力 但是等于真来到这 你自己是一个新兵 而且又从这个 一直都是在学校里头 突然之间进入到 这个最顶级的 就是这么一个职场 就是 这个时候自己的这种 就自我怀疑 各种各样的部分 就是你讲的这种分裂的 这个部分 但是应该会有一个 特别关键性的时候 就是这个整合它就发生了 就是 当然这个整合的发生 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个 关键性的转变就发生了 还是有几个 就是 所以 因为我是特别喜欢故事 就是我就好奇 那个 在你的身上 这种关键性的时刻 这个关键性的细节 它是怎样的 会有这么一个相应的故事 是像你说的 其实是有一串的吧 就是 那当然我后来走出这个状态 我其实树里有写 就是说是当时是 实际上是我在 应该是进入麦克兴那时候 有一年半 一年左右的时候吧 一年左右的时候 后来等于有一次 我在工作上 等于被一个 我那个工作上的上级和领导 特别特别刻意 特别主动和刻意的来告诉我 他的认可 那个时候我才知道 我还是不错的 但是那之前 其实 其实是个不断的 在面对这件事情的过程 不断的面对 我觉得其实 就是 人可能最难的 最难的 就是还是 我不用什么心理学的术语 我觉得其实最难的是 面对真实的自己 是非常难的 因为我那时候的感受就是 因为 因为有一个词叫做 imposter syndrome 叫做 假冒者 什么综合症 就你觉得我不够格 对不对 我是不该背 所以你每天去上班 总觉得 哇 你看别人都比我厉害 都比我好 那肯定是我不行 我在会议上说一句话 我也说 哎呀这句话说的 是不是不对啊 对吧 我这个用词是不是不好啊 我说的这个点 是不是很重复啊 就是你其实有大量的 在很多时刻里的 自我怀疑 那时候的这时候 转变怎么来的 我倒不觉得 在这个过程中 我有什么所谓的 关键性的时刻 其实我有一个理论啊 这是后来我 我自己总结出来 就人什么时候 就是发生这种转变 或者是整合 其实就当你 就当你很痛苦的时候 你就是 就是痛苦到很难受的时候 你就不得不改变了 因为你很痛苦 就是你会发现 哎这种状态不行 然后呢 也不是说 你突然得了什么真传 也不是说 你突然得了什么 你就觉得哎呀 我非常难受 就人其实只有在 我就说 其实有时候说 哎我怎么改变 我说其实改变 就是你不改变 你很痛苦 你就得改变 其实至少我的感觉 就是这样 所以其实在这种情况下 你越早允许自己 去体验这个痛苦 和越充分的 去体验这个痛苦 反而是让改变发生的 可能最重要的一个动力 因为有的时候 我们最大的问题 是我们愿意去 去这个 加一层保护膜 或者穿一个盔甲 或者戴一个有色眼镜 假装看不到这个痛苦 对吧 就是我就是哎 没关系啊 你看我可以装得很好啊 我可以不错呀 就是我 就是我觉得 我们这种自欺欺人 其实是让我们 没有办法 去面对和体验 这些痛苦 当你没有办法 面对和体验 这个痛苦的时候呢 你这个积累就不够 你积累不漏 你就不改变 因为你每天装的也挺好 可能别人也给你面子 也不会给你戳破 对吧 所以 其实它是个悖论 所以我觉得 我现在回想 我在曼庚西的前一年 其实 其实就是很痛苦的 每天去上班都会想 哎呀 这个今天 这个又 又这个 这个 会不会又出丑啊 是吧 又会做的不好啊 有些事情又不会啊 然后但是 但是可能如果 回忆有什么 所谓的好处的话 就是我至少没有假装 我会 我就是不会 不会呢 比方说我那时候 讲了一个例子是说 那个时候 我们那时候05年 在美国的这个 工作文化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沟通方式 是留那个语音信箱 叫voicemail 就比方说你给你的客户打电话 然后呢 你就会跟他说 啊 我今天开会 我今天干了一天的工作 我今天做了这些工作 有123 我需要你支持123 然后这个就是 就是打电话 留在别人的语音信箱里面 那一般都是 别人下班以后 我们可能干了 晚上八九点了 人家早就下班回家了 然后那时候 大家有手机的也不多 没有 但大部分都是留到 他们的这个 就是工作的电话上 然后那个voicemail 你要录了以后 你要一听一遍 你不喜欢 你可以把它删掉 然后你再录 一直到你同意的时候 你再发送 所以我那时候 就会在真的办公室里面 能够录两个小时 为了那五分钟的 voicemail 你会发现 不对不对不对 怎么讲怎么讲 然后语言又不 因为语言 英语又不是我的第一语言 那时候第一份工作 那就是要做 就是这么个过程 所以 但是你做做 你会发现 你坚持做一段时间 第一次 你可能觉得非常的痛苦 印象非常的深刻 可能过了一个月 就觉得好像张嘴就来了 是吧 他就有这么一个过程 但是其实就是得通过这些 去面对这些 自己不行的东西 去做这些事情 他才能 才是其实走出来的捷径吧 我觉得 这真的是一个捷径 但是我们一般人 可能不愿意去走这条路 那我们要去绕远 但其实你越早会发现 其实真的是在绕远 这听了就很简单 你讲了一个 好像像是一个常识 就是这么一个 基本的规律 我们先得从真实的位置开始 就是自己真实的情况 是怎样的 就是怎样的 你就算在这个 就是之前的分子生物学的博士 你就算再厉害 当你来到麦肯西 这也是一个新的地方 所以这是一个新的开始 新的开始 的确要承认 自己在这个一个 非常原初的位置上 就是虽然自己有很好的潜能 有很好的过去的很多东西 但是到了这儿 就是一个新的职场 而且上了就是麦肯西的这个职场 可能这个时候 的确有很多部分 在这个新的开始上 甚至就是一种 处于零的这个位置上 就是你要慢慢的 就是和这个事物建立关系 逐渐的掌握它 就是我想这个道理听上 就很简单 但是很多人确实 非常难以做到这一点 就是假如用我们这个 心理学的这个专业的 这个说法就说 我们这个时候 其实会有一个 自恋受损的阶段 因为之前自己 已经这么厉害 是吧 自己一路都这么过来 当然不管厉害的人 还是不厉害的人 都会有这么一种 基本的自恋 但这是一个 我们也需要的部分 就是我很棒 我很好 就是那更何况 就是你一路过来 的确是都是 雪霸的这个方式过来 我想这个时候 觉得我很厉害 这种感觉 可能本来就在 自己的一份 这个基本的感知里 当然自我怀疑 我看就是每个人身上 同时也一直都存在 但是当我们真的来到 这么一个极具挑战的 这么一个时刻 发现自己各种各样的 时候都掌握不了 这个时候就有了 自恋受损 那么自恋受损的时候 其实这是特别 不容易的部分 因为我看见 比方说你刚才讲 都在麦肯锡 你花了一年的时间 来这个完成了 就是其实 我们从自恋受损 再重新开始 对自己的自我 有信任 也有接纳 而且这里面 有一个部分 就是说 当自恋受损的时候 有人有一种被打散的感觉 打散了之后 再重新把它组织起来 就是这个时候再重新 就是有了这种 自我组织性 然后我们才能往前行 但是有些人是这样 有些人一旦有自恋受损 就他就 他就崩了 就瓦解了 那瓦解了之后 他这个自我就不能发挥作用了 他不能够 他就不能够说 我能够重新承认 我在一个很低的位置上 然后再重新开始 然后好好学习 这样就行了 有些人一旦把承认 自己不行 就这时候 他就整个人瓦解了 他的自我就不能发挥作用 所以这时候 他需要一种自欺欺人 需要一种自欺欺人 说我很厉害 我很厉害 结果他一直在那兜着 一直在那装着 结果最后周围 可能别人也是一种 这个不友善的 这么态度对他 你怎么这么差呀 你赶紧起来嘛 你怎么怎么样 那这个时候就 就导致这个人 就会一直在那装 就是就装厉害 所以我想 这时候我也想起你 后来你的一组学校 包括你的公众号 应该是不装不什么 就是不安不装 对对 就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特别这个 这尖量就非常简单 但其实做到 我们会说 很多人之所以做不到 其实因为 就是因为他们的自我 这个比较脆 就是一旦 他这个自恋受损 他感觉到是一种 自我的死亡 但对你来讲 你就是自我 但是散一下 再重新 就是把它组织起来 而且 我看你的书的时候 我觉得这里面非常 就是这是我 特别吸引我的这个部分 我的感觉 好像在麦肯锡的时候 周围的环境 好像是 大家都挺有智慧的 而且又很有善意 是吧 你像刚才那句话 是吧 其实你的领导 在你这样 这个一年之后 跟你说了一句话 已经我觉得你的工作 相当不错 但是同时 我也看见 应该这也是在 麦肯锡的时候 还是在 我感觉应该是在 麦肯锡的时候 你已经在一个 不错的位置上 这个在不错的 好像在这个 副董事合伙人 在那个位置上的时候 那时候我记得 你有个特别重要的 这个点 就是我觉得 你书里头 其实这是很多 我不知道你的感受 怎么样 但我看的时候 我觉得非常宝贵的部分 因为我们作为 这个中国文化出来的 我们有很多 重要的这样的部分 比方这个时候 你已经在 副董事的合伙人的位置上 你感觉自己 你就得装自己挺厉害的 自己的工作 得能够配得上 自己的这个职位 结果这时候 第一个是你过得很苦 就是你让自己 表现得非常努力 然后好像 必须吃点苦 必须努力 才能够配得上 这么好的职位 而另外一点 好像也得 自己得多干点活 好像它能够显示 自己有价值 结果 就是我记得你一个 在准备PPT的 这个部分上 你的一个属下 他在自己在准备 PPT 或者怎么样 当你给他工作的时候 你又做了这个PPT的准备 结果你的属下 就对你说 说一诺 这部分我已经准备过来 你不需要做这个事情 你干嘛要做这件事呢 那时候 给你很深的震撼 就是好像 我们看见 在这个顶级的 这个所谓的公司里头 职场上 我看见有很多 大家有善意 同时又非常的真实 好像这么一个过程 就把你的这个 这个无形中的 本来的可能 还想装一点的这个部分 好像都给破掉了 既不需要装苦 也不需要装厉害 就是他同时 就是自己真的很好 也要承认自己的好 对对对 是的 你说的很对 就是其实我自己 可能我整个职业生涯 十年吧 在麦肯锡 我是非常受益的 的确是 你刚才讲的那个例子 的确是 那个时候就是 因为这个所谓副董事 在麦肯锡 是一个就是臭名昭著的 一个苦的位置 因为你马上就要成合伙人了 所以大家就觉得 那你岂不是活该 是吧 所有人都可以 好像抓住你的小辫子一样 你都得 你都得同意 那你不想得罪人 你希望大家都愿意跟你说 都是支持你去当合伙人 然后所以就是你讲 一个是我当时的 算是我的 算是下属吧 就是我的 我的项目上的项目经理 就直接跟我说 他说我不需要你干这个 你这东西对我没价值 我觉得我 我非常感谢他 对吧 但是当然我当时 是有点无地自容的 说好歹我也是你领导 对吧 好歹我做这件事情 也是为了 想帮你的 对不对 但是他就说我不需要 我们我这有团队 我底下有 有分析师在做PPT 你应该出去找 见客户去 对吧 你应该做那些事情 我不需要 你在做我能做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 我其实非常 非常感谢 他当时这个 一针见解的 指着我的鼻子说 然后第二个呢 就当时我的领导 然后我当时我就跟他说 我那时候已经很忙了 我还接了一个项目 因为别人 我当时的 这个底层的假设 就是说你既然在一个 想要生成合伙人的位置 你就 你就必须 对所有的人 说yes 得同意 对吧 你这样别人才能愿意 支持你当合伙人 所以我当时已经很忙了 又接了一个 然后当时就是一直 一直很支持我的一个人 他就说 你为什么搞得这么累 我说 我说那合伙人 就是当副董事 这个制造时间 不就是这样的吗 然后他就说 他就说那句话 他就说那你要是这么想 那你活该 他当时英文说 那you deserve it 对吧 他说如果是你这么想 就deserve it 就是你活该的意思 你要这么想 那就活该 就是你想 你如果认为 就是应该受苦 那你就应该受苦 对吧 那其实也是 就说的非常直白 但是就是在时间直白 告诉你 你就觉得哇 这都是无价的宝贝 对吧 别人没有说说 那你再辛苦一点 再晚睡两个小时吧 然后这可能对你有帮助的 他说你不能这样想 这最后你如果这么想 那你只能有这样的一个结果 就这些上级 或者是所谓的下级 当然所谓的评级 就是这些同事们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 美国文化 或者是因为 那你是叫美国公司吗 或者外企里面 这是我觉得很早 就非常受益的一部分 就大家就是比较 因为有一个词 叫做authentic authentic其实就比较真实 authentic意思就是说 你有什么就说什么 所以他们很早就讲 什么叫leadership 因为我们在所谓的 商业环境里面 更多的讲的是领导力 是吧 这个女性能晋升 能到这个职场里面 做到高位 那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authentic 就是真的 所以它是一种 被鼓励的文化 那我觉得我肯定是 它的受益者吧 在那过程中才发现 袜子其实 就是有很多装的层成分 但是经常会被人 无情的戳破 戳破之后 你就看到了 也会比较感恩 对 而且你看这个时候 就我们看见 当你装的时候 你被戳破了 当你受过怀疑的时候 就领导也看见 你真实的部分 就说你很好 就是 所以我想这个时候 就看见 而且我们看见 在这个顶级的 这个公司里头 在麦肯锡的公司里头 我们看见这种真实 无处不在 其实这是我看你书的时候 最吸引我的 这个一部分 就是 我想这可能就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文化 就是在这个麦肯锡里头 就是我们如何 先不说 就是 就当我做一个推理 毕竟我是 对麦肯锡不够了解 做一个推理 就是麦肯锡如何做到 就是这样的一个公司 可能真的一个 就是符合了我自己 就是总结的一个规律 当我讲 把事情做好的心理学课的时候 就是我这里讲了 可以概括成两句话 第一句话就是 真实是一切的开始 而第二句话就是 一切美好事物 都是深度关系的产物 就是 我们的能力啊 我们的卓越啊 我们各种各样的部分 很多人以为 这个人天资卓越 他一上来就 凤亡毕露 这个追处囊中 奇盲自现 我想这部分 就是有时候也是有 但是当我们真的要想 有这个卓越的能力 很多时候还是 我们不断地和那个事物 建立关系 最终达到了一个 和这个事物的关系 越来越深 最后这个所谓的好的能力 自然而然就呈现了 但假如你有再好的能力 但是如果你不能和 事物建立深度关系 就是那这个时候 就你也不能会 有好的能力 所以我想这是 深度关系的部分 在前面那个真实 是一切的开始 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 所以从你 就是承认自己不会 而且在很多时候 就是我看到 在书里多次讲到 就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开始 对承认自己开始的时候 是不会的 那么这个时候 这是一个 对这个真实的一个 直接的这个拥抱和接受 而这个麦肯西的职场文化 因为企业文化 就看见这个真实的部分 所以就是你的这些 你的属下也好 你的上级也好 你的这些 这个同辈的这些同行也好 他们都呈现了这种 无处不在的这样的真实 就是你装了就戳破它 然后你自我怀疑了 就是他们就说 你好的这个部分 而且这个是你真实的 这个好的部分 所以我想这种真实 就是这真的是一个 非常宝贵的这个部分 嗯 是的 是的 对 我觉得其实可能 一定程度上 我们自己文化里 中国文化里面 这种 或者是说 就做 所谓的讲礼貌 就是我们会认为 这些事情 你就不该说 就像刚才讲的 这个 我对我上级 哎呀 上级做得不大好 我也不好意思讲 或者说 也肯定有别人告诉他 其实 这个我们经常会给他 惯一些比较美好的东西 比方说 哎呀 讲礼仪啊 或者是什么 但实际上 最终其实是 是一种伤害 这种伤害 就是大家都会浪费时间 都会浪费时间 然后你会浪费精力 然后如果你不是在做事业的话 你就会发现啊 你的事业上 也会有浪费 对吧 那就本来可能 可以说出来 这件事情不应该你们做 但是又 因为这种爱面子 等等 不说 那最后其实 那可能你都这个 已经开篇了 很远了 也没有人把你拉回来 那实际上 大家都会付出代价的 我觉得这个的确是 而且这个可能对 特别是对我们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里面 这些我们意识不到的 这样的一些 我们被 实际上是把它美化了的 一些 一些不足吧 我觉得其实我们能够认识到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我们 就是为了给对方一些面子 为了维护彼此自恋 结果说一些好听的话 说一些暧昧的 就是模糊不清的话 结果就变成 就是每个人都 可能很多人就活在 这么一种虚假的感觉这种 对事情到底也该怎么做 也不清楚 对自己的自我定位也不清楚 然后结果就这么不断地做下去 就真的离真实越来越远 最后就变成 连这个成功的开始都不可能 就是因为 就用我的说法来讲 真实是一切的开始 如果你不真实 那就就是意味着 这个真实的关系没有建立 然后就意味着 这个一切 就是都没有开始 对 对 我觉得可能很大的一个困难 我非常同意您说的这个说法 就真实是一切的开始 我觉得我们很多人 在个人成长上的或者职业成长上的困难 就是可能我们 一直没有机会去知道到底什么是真实的 或者是说我们把握不好这个界限 什么时候我就冒犯你了 对吧 那就是我是不是有多真实 那有的时候是不是鲁莽 就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需要一个 需要一个就是 需要一个培训的过程的 这个培训不是说你要去上个课 而是就是因为人其实是个复杂体系 人是非常复杂的 我们每个人都是很复杂的 所以其实一个复杂体系 它如何去跟它周围的这个环境 能够达成某种平衡 其实是通过不断的 它是一个不断的一个 就是什么低成本试错的过程 就是你可以有一个环境 你能说一说 做一做 然后呢 像我当然如果从一个 就底层成长的角度来讲 就回顾麦可惜 它就是这么一种文化 就这种企业文化 当然也可能是你的家庭文化 也可能是说你的这个 这个社区文化 或者是等等 就是其实这种 我们每个人都是存在在一个 微文化的环境中的 这个从家庭开始 到我们工作的小 工作的这个小环境 到我们工作的大环境 到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 我们其实是需要一个允许 试错的这么一个过程 而且这个过程 其实越早开始越好 我觉得好多年轻人 因为我也对很多 就是职场里面的这些 那个我自己也在做的工作坊 很多都做在职场里面 有些年人在发展的时候 遇到的一些瓶颈 所以我当时也写过一篇文章 我说职场困境的根源 都在职场之外 意思就是这样 就是不是说 我好像到了这个 就是什么 我做到了这个副总裁 我要再升这个什么 资深副总裁 从VP到SVP 我觉得我是不理解 SVP这件事 不是的 实际上它这都是表面的像 可能底层都是说 我怎么样去 在这个 在这个新的环境里面 去很快的建立起一个 一个是对环境的了解 一个是在这个新环境里 对我的一个认知 然后包括像您说的第二个 去构建这种新的 一个底层的这种深度关系 就这些东西实际上 其实是从我们 从家庭就带来的 我觉得是我们 在成长的过程中 在整个我们家庭的环境 或者我们学校的这种教育 然后社会的教化 都形成了我们的一种非常 其实是个非常 很多人无觉知的 这么一种反应模式 那这种模式导致了 我们可能就是 对真实这件事情 它的敏感度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可能像吴老师 您这样的人 包括可能像我 虽然我们个人层面 没有认识 但是我觉得您能发展到今天 肯定是因为 您成长的过程中 有这样的一种环境 不管表面看上去 可能没有什么高大上 这那不管是从哪 但是其实都是 有一种底层的这种环境 使我们在比较早的时候 能够有一个这种 就是低成本试错的 这样的一个环境 让我们知道 比较到一个自己的体系 那这个体系 所以后来我 包括为什么做教育 做家长教育 我就认为其实在这个时候 我们给孩子这个东西 实际上他以后 他以后会成对的受益的 他是一个 就是这个性价比 特别高的这么一个东西 反而反过来 如果我们不做这件事情 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 没有 他到长大了以后 到他30岁去做这个事情 他要付出很多很多的努力 而且还不一定有 有这个当时这个 就是这个 就是如果能够在 在更早的时候 受到这样的环境 来的效果好 所以我觉得其实 这个是不容易的 刚才这样讲 我就想到 再回到开头的 就是那种感觉里 比方说 就是当承认自己 不会的时候 我们会面临什么 你看就是对你来讲 承认自己不会 其实就回到了 真实的这个起点上 而这时候 你的自我没有崩 就是你的自我 没有瓦解 那么对很多人来讲 就是甚至我觉得 对我们社会中的 大多数人来讲 就是当这个 承认自己不会 当承认自己不行的时候 他其实会面临 一种自我死亡的感觉 就是就用这个 心理学的原来 叫自体瓦解 就是他 就是他的self 就是他当承认 我不行的时候 他那个就失去功能了 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状态 其实它是 类似一种死亡的感觉 当死亡了之后 自己什么都干不了了 那他什么都干不了 你看这个时候 就变得非常糟糕 所以这个时候 需要一些虚假的 这个自欺欺人 或者需要一些周围人 捧着说 你其实挺好的 怎么怎么样 这时候让自己的自我 再重新 就是有那么一点恢复 然后维持这么一种 这个自我的完整感 让自己继续能做点事 那这个时候 我觉得就涉及到 就是你说的 刚才讲的 这个教育的 非常核心的部分 甚至我觉得 就是说这个真正的力量 虽然日本书里的 我觉得这个设计 不是很多 但我觉得 这种感觉无处不在 就是包括你面对 自己的孩子 也包括你作为教育家 就是怎么去处理 这个部分 其实就是说 我想这是一种 最根本性的力量 我们如何再承认 自己真实的位置 而且很多时候 我们这个真实的位置 就是一个新手 我们就算在一个领域 再厉害 当我们进入一个 新的位置上 我们都是一个新手 我们这个时候 如何再承认我不行 然后承认我不行的同时 就是当我们处在 这个真实的位置上 但是我们的自我 没有死亡 没有瓦解 甚至我们自我 处在一个非常棒的 这么一个 能够发挥功能的 这么一个状态 我想这是一个根本 其实根本 我觉得想这时候 就涉及到 心理学经常讲的 这个部分 比方说爱是深深的 理解和接纳 然后父母最好的礼物 就给孩子一种 无条件的爱 无条件的接纳 当然我们得说 无条件的爱和接纳 它只是瞬间 不是经常的发生 有些瞬间 能够让孩子感受到就行了 而这个时候 就面临着中国家庭中 他也包括我们职场上 常见的这个问题说 你有这个问题 那这个 就是当我们 如何去体验这种感觉 有些人当时 你有这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背后还带着 一种对你的接纳 那么这个时候 你的感知是不一样的 那么有些人在说 你有这个问题 都是你导致的 你看你的错误在哪 一切问题都在你这 之所以有这个错误 不都是你的原因吗 这时候我们就感觉到 对方在攻击我们的自我 在否定我们的自我 那中国家长 最喜欢对孩子说的一话 一切都是你的错 或者说 家长表达了各种各样的话 但是孩子的感知说 一切都是我的错 所以甚至说 你活该 但这个时候 和你说那个弟子 我又不一样 所以这个时候 孩子就感觉 当我承认我的错误 当父母说 我有问题的时候 其实这个时候 传递着这么一信息 你的自我是糟糕的 你的自我 你的self 甚至都不配 活在这个世界上 是可耻的 我想这样一来 就这是个非常 严重的问题 当别人说我有问题 当我承认我有问题 这个时候 我体验到是 都有自我的一种 攻击和否定 所以这是一个 非常痛苦的这个部分 就随之我们 就得要面子 就得这个 这个满身 披着铠甲 然后虚假的活着 要自己欺人 但是当我们 体验到这样的内核 当别人指出 我有问题的时候 背后带着接纳 甚至带着爱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变得不一样了 我们就发现 对方指出 自己的问题 是真的带着善意 带着接纳 带着爱的 那么这种 当有了这么一个基础之后 这就变成 我甚至自己 都学会了一个东西 我承认自己 这个是一个新的开始 承认自己是新手 承认自己不会 这多么宝贵 因为以往有 各种各样的经验 都显示 当我进入一个新的环境 承认自己不会 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开始 我就不需要在这个 自恋上耗很多时间 然后最后把大量的时间 浪费在那 而这个时候我就 有一个很棒的 这么一个过程 而且最后发现 不仅就是我自己 有个很棒的过程 而且在这个时候 周围总是有人 对自己是接纳的 所以我想父母 如果给了孩子 这么一个礼物 或者说 就是一样意图学校 像你这样的教育 也包括你的公众号 或者我们的公众号 能够给大家 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无论我们面对 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对自己的接纳 它一定都存在 当我们有了 这么一种状态 我想这就是一个 真正的力量 最根本的开始 或者就是 也许是最根本的 底层逻辑 对对对 您讲的我非常同意 就像刚才您讲的 这种例子 真的是无处不在 我觉得 其实一土学校 就像您讲的 在国内做学校 是我当时做 也是无知无畏吧 实际上是 有各种各样的 没有想象到的困难 但是呢 我觉得 因为学校也很复杂 但是我想一个 核心的理念 一直是不变的 就是说 我们说就是要给孩子 提供一个 安全的场域 这个安全 不仅仅是说 物理上的安全 当然有物理上的安全 保安啊 楼窝啊 这些东西 但是更重要的是 一种心理安全 就是心理上的安全感 就是我在这儿 我不用害怕 我随时被评判 这个是非常难 就像你刚才讲 这种例子特别多 我记得 我那时候 我们有一个朋友 小朋友是从 这个 一个公立学校 转过来的 然后当时 这个例子 我印象特别深刻 就当时他们 就反正三年级吧 好像是小男孩 然后就很闹嘛 然后呢 那个就是 老师对他们 就很友善 在意图的时候 然后他就说 他说 哎呀 他说你们老师 怎么那么好 他说你知道 当我们的学校 如果我这么闹 老师就会让我 站到后面 站在垃圾桶旁边 然后告诉我 你就是垃圾 哦 就是三年级的小孩 我就想 我说一个老师 说这种话 我说这还能叫教育者吗 这整个就是一个 儿童的犯罪 但是呢 其实大家可能听这些话 就是 我觉得一个可悲的事情 就是因为我们可能 在环境 这些环境里面 这种话听得太多了 就是太普遍了 反而使我们 似乎习惯了 我觉得这是 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有一个人 拿刀子去 割你的皮肤 不是因为说 它割了一千刀 所以它是每一刀 就不痛的 对吗 它每一刀 还是像每一刀一样 所以 所以其实我觉得 我就是经常会提醒自己 我说我们要保持 对这些事情 要保持敏感 要保持不同意 要保持愤怒 因为这是不对的 因为这些 这里面就像您说的 我觉得就是我们的 大量的这个 对孩子的暴力 就是英文叫abuse 或者虐待 我们会认为 好像我拿棍子打他 打他皮开肉战 才是abuse 这当然是 但是有很多很多 对孩子的这种 实际上是语言暴力 对吧 就是刚才您说的 那些所有的例子 我都不想再重复了 反正就我们经常 耳术能详的 这种语言暴力 是非常多的 所以其实是 就是能做到这一点 所以包括为什么 我们现在做家长教育 做很多线上的课程 就是你哪怕 因为一堵学校 其实规模是很小的 而且其实现在也 就是在这个大环境里面 也非常难 也不可能会做什么 真正意义上的 所谓的扩张 但是我想 如果大家的家庭 能够在自己里面 做改变 是可以改的 你不一定说要孩子 一定到某个学校去 然后但是这个 后来就回到您讲的 我觉得为什么 对我们来讲 这么难改变 就是这种对自我的攻击 这么经常会发生 我们那么有攻击性 其实原因是 我们大量的成人 自己小时候 就这么长大的呀 对吧 就我们 我们自己就没有被 就没有被善待过 所以我们不知道 如何去善待别人 所以我 等我意识到 这一点的时候 我觉得家长也很惨的 家长不是说 不想当好家长 不是说不想对孩子好 但是因为我们自己 没有经历过这样 或者我们自己 被对待的过程 其实就是这种 充满了这样的 对儿童的暴力 就我们每个人 都曾经是儿童 对吧 所以呢 你就内化了 这样的一种形式 你其实并不喜欢 这种形式 但它已经在 你的成长过程中 成为你这种条件 反应设的一部分 所以其实家长 要做这个成长 其实需要非常非常 英文叫intentional 就你得带着目的的 非常有意识的 有意愿的 去觉察和改变 才有可能 因为我们的 我们的default 就我们的这个 默认模式 就是这个模式 因为我们就是 这样长大的 所以其实在 在这个过程中 我就意识到 其实这件事情 不是说我们 怎么做家长的问题 而是说我们要意识到 我们自己曾经 被怎么对待的问题 然后就看到自己 当时成长过程中 我们需要重构的 这个自我 就用您的这个话讲 对吧 我们需要把自己的 做一个强大的自我 重构起来 只有在这种时候 我们才有可能 对别人给出 善意和爱 因为有的时候 我觉得不是大家 没有这个意愿 其实真的是 没有这个能力 就这个能力 是需要重新去 学习和构建的 就比方说 现在大家有了 这样的意识 像你刚才讲的 这个故事 我们都说太糟糕了 就是你怎么能够 对一个孩子说 你就是垃圾 是吧 就是我们觉得 这个老师太糟糕了 但是我们 大家都觉得 这个现在已经形成共识了 其实咱们再往前 推15年 也不用长 对 当推15年 如果一个老师 这样对孩子 假如那个孩子 比方说调皮搗蛋 或者闹了事情 当这个老师这么做 你猜大家怎么反应 家长都会说 老师 你对我们家孩子 眼里是好的 然后我们都说 其实你看过去 过去的共识 就是一个孩子犯了错 就要无情地对待他 就要对他的自我 进行严重的攻击 然后这时候 孩子才知道自己疼了 知道自己被惩罚了 他才能够变得乖一点 其实我觉得 这是过去 我们的这个所谓的教育 其实这个时候 我觉得 其实就和你说的是吧 就是我们 关键是这种环境和文化 就是我们 在这样的家庭之中 我们在这样的文化之中 我们在这样的社会之中 就甚至整个的这个社会 就是这个 现在这个时空里头 就是现在这个空间里头 过去的时间里头 往后推5000年 都是这么长大的 所以就是最后 我们就变成 这个所谓的自我边策 自我否认 自我攻击 都再合理不过 但实际上 它最终都构成了自我破坏 结果会导致 我们一个一个的个体 都是一个极其不完善的 破烂不堪的 这个我们讲的自我上 破烂不堪的个体 结果这时候别人说 你有问题 我们立马觉得自己的面子受损了 对了 当我们作为孩子的时候 当我们作为弱者的时候 比方说社会底层的时候 那比如家长这样说自己 或者这个 这个有权力的人这样说自己 自好这个默默承受的 但是等自己做了父母 就不接受孩子对自己这样说话 但是等自己做领导 也不接受自己的属下 这样对自己 结果就变成 就是小时候 或者低位的人 就这个自我不断的被否认 被打击 被攻击 被破坏 然后自己的力量严重丧失 但有一天自己成了有权力的人了 或者至少能够彼此威胁的这种大人了 这个时候又开始讲面子心理 又讲要给彼此面子 不要讲真话 这话很伤人的 结果就构成了这么一个 就是这么一种循环 就是所以确实是 就是我今天不仅讲真正的教育 是吧 就是我真正的力量 我应该也说真正的教育 我们到底在教育什么 到底要教什么 要预什么 就所以这是我 我在想 就是你刚才讲的故事 就是我想再多讲一些故事 因为这样的故事 我听过很多很多 就这样一来 我想再引出来 就是因为刚 就是那个真正的教育 到底要教什么 预什么 不要讲一个非常简单的故事 有一次我在广州 去那个真功夫吃饭 就是现在好像叫双种子 还是反正就是 就是一个那个 真的这个餐厅 结果在那吃饭的时候 坐旁边的就是一对父子 他们都长得有点粗鲁 就是长得有点粗犷的 这个这个部分 那男孩吃饭特别快 男孩大概八九岁 就吃完了 但是明显地吃得很享受 吃完了 我说八碗一放 他说爸 我吃饱了 这个那种享受的感染 就是油染 省窝的旁边都受到感染了 结果就把光机 把一碗饭扔到他面前 抱个屁再吃一碗 就原话 我一点没感觉 我感觉那很 然后就一下就被噎住了 你看他吃饱了 是一个很享受的状态 就拖着人家 被爸扔了一碗 这个一碗饭到这儿 就应该饱个屁再吃一碗 他立马有一种 被噎住的状态 这种细节 我们听起来 我们说起来觉得好搞笑 但这是对他自我的一种破坏 我待会再详细做解释 就类似的事情 在我们的家庭之中 在我们的文化之中 这个太多了 比比解释 就比方说 我前两天参加一个摄影活动 然后就是 因为我是摄影爱好者 这个疯狂的摄影发烧友 就结果就是在那个活动现场 就是现在广州 早上十几十来度 比较冷 但是到了下午 经常到二十四五度 这是其实挺热的 而且我们都是在 中午的时候 去那边开始准备 下午三点钟 他开始拍 结果在那个现场 有个父亲 他自己光着膀子 他抱着自己的孩子 孩子穿着羽绒服 哎呦 这一刻想象 这真的让人非常难受 因为我们得知道 一个基本的常识 孩子普遍身体 比大人要热 这是阳气足 照中医的这个说法 就是我们不管 中医接受不接受 但是孩子身体相对来比较热 但是在广州 你经常能够看见 当然我想全国各地 应该都是这样 大人都开始穿着半截袖 就结果孩子 你跟他穿个羽绒服 为什么呢 那孩子满头大汗 这时候基于一种基本的逻辑 你要跟这种家伦去聊 这家伦就说 我们家孩子身体不好 要得这样子去保护 要得怎么样 但是孩子会说 妈我很热 或者爸我很热 这个大人就会说 你知道什么 那这个时候我觉得 你看他就对孩子的感受 进行了一个基本的否定 就是 当然我最初有这样的意识 还不是看中国的故事 因为 就那时候我在广州报 做心理专栏 就是我看了一本书 叫不要控制我 那后来这本书 叫不要拥爱控制我 那这本书也是 因为我都推荐 在中国几次卖断 然后现在成了一个 比较畅销的这样的书 在书里都讲了一个 很经典的故事 这故事就是 一个妈妈带着女儿 去一个冰淇淋店 当这是美国的故事 然后妈妈就问女儿 乖女儿 你想吃什么冰淇淋啊 女儿说要吃 巧克力冰淇淋 那妈妈就说 不对吧 你不是明明喜欢 香草冰淇淋吗 女儿说不 妈妈我喜欢吃 巧克力冰淇淋 她说我一直记得 你是喜欢吃 香草冰淇淋的 她说不妈妈 我就是要吃香草 我就是要吃 巧克力冰淇淋 然后最后这个妈妈 不得已给女儿 还是买了 巧克力冰淇淋 接着就说 这女儿真怪 怎么就变成这样 当这个书的作者 就讲到 你看这是一个过程 他首先说 这个女孩挺有力量的 就在妈妈的 不断的暗示 打压诱惑之下 她一直坚持了 自己的选择 她说这就是一种控制 你看这个妈妈 要把自己的判断 抢下在孩子身上 但是孩子 有她自己的这个感觉 有她自己的判断 那么有些孩子 在妈妈这样做的时候 她的这个选择 她的感觉就被破坏了 她就放弃了 自己的选择 最终她就按照 妈妈的机制做了选择 但这个时候 就是对她感觉的 一种破坏 其实像我们刚才 讲的几个故事 都是 就是都存在这个部分 家长也好 老师也好 对孩子的这种感觉 进行了否定 当孩子就是 能够信任自己的感觉的时候 他就有一个 特别重要的部分 我才是我的世界的权威 对于该如何做选择 我要信任我的感觉 而且只有我才知道 我的感觉是怎样的 所以这个时候 我是关于我生命的权威 我是关于我生命的 这个决定者 所以当孩子获得了 这个部分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最宝贵的开始 如果原神家庭 能够给孩子一份礼物 我想这就是 最宝贵的礼物 但是假如 孩子没有获得这份礼物 他获得这相反的东西 先是家长 获了老师 接着领导 这个社会一直在告诉他 你的感觉是错的 你作为新手 你看新生命嘛 作为孩子是吧 你作为新手 你不知道你是怎样的 你要相信权威的 爸妈知道你是怎样的 老师知道你是怎样的 领导知道你是怎样的 国家知道你是怎样的 最后就变成 我不知道我是怎样的 那这时候就变成 就是他是对这个孩子 构成了 对这个个体 就构成了一种严重的破坏 那么这样长大的人 他就不可能有一份 坚韧的自我 有一份健康的自我 让他自己在做选择的时候 忠于自己 然后最终就是创造 各种各样的部分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 极其根本性的东西 就是有些个体 能够在原神家庭中 获得这份礼物 也包括在少数的中国的学校 比方伊图学校 华德福 随着学的爱与自由 是吧 类似就是蒙特索利 这样的学校 当然这样的学校 他有时也有各种各样的 他自己的问题 但我想在这样的环境里头 至少大家有这么一个共识 要告诉孩子 尊重你的感觉 相信你的感觉 这是你在这个世界上 最可以相信的仪仗 而这是一个重要的开始 而在这个我们文化之中 在我们家庭之中 在我们的社会之中 我们普遍接受的一个部分是 你不知道你是怎样的 你要听领导的 听权威的 听父母的 我想这就是对一个人的破坏 所以后面的这 我想咱们在谈的时候 当时给我感受很深 你甚至说的很严重 后面的这种所谓的教育 这是犯罪 就是前面的这种 这才叫教育 所以所谓的真正的教育 其实就是补育肯定 关怀一个人的真实的自我 就是他的这个self 而这个糟糕的教育 甚至是犯罪的教育 其实就是一直在打压 否定 甚至根本上否认 一个人的这个自我 你说的特别对 我看见我老师可以做 这个育儿专家了 是这样的 我其实对 那是对 谢谢你说那句话 我真的这样 有的时候我觉得 因为有的人经常会 让你分享关于教育 就是这个教育 这个两个字 或这个词 什么都往里面装 似乎你只要背个书包去上学 你就是在受教育 其实不是的 我觉得真的是 好多时候的所谓的教育 就是体系化的 这个制度性的 对儿童的犯罪 这个是大面积发生 特别是 特别是有人在城市还好 大家如果去关注农村 发生了一些事情 什么的 真的是就觉得 就是天天在上演 而且就算是 我们没有那么严重 你说啊 你看我也不虐待孩子 我对孩子可能也还 还可以 就很多 至少城市里面的家庭 我觉得这些理念 还是认可的 但是呢 我们又经常被 其实说到底 是被恐惧所挟持吧 就是我们 就可能刚才 您讲的这些 或者是我们要讲的这些 很多家长听了 都会觉得 我同意的 我是理解的 我同意的 大家很少会说 我不同意 我认识是不对的 我觉得很多人会同意 但是可能我们很多人的难点 在于 我一旦到一些 很具体的问题上 比方说 我这要不要给孩子 报这个班 要不要让孩子 多学半个小时 要不然把这个作业 这个字一定要写好 对吧 老师教的就一定要做好 其实在这些 非常灰色的地带上 我们会觉得 我们很难做决定 对吧 我一接纳他 那万一明天作业完不成 老师说他不行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 我们很多挑战在这儿 那这个为什么 它是挑战 就是说到底 如果我们深挖 实际上是来自于 我们的某种恐惧 就没有种害怕 就害怕说 你看万一要这样的话 那在班里边 老师会这么看他呀 同学会比他快呀 那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会 其实会做 我就说我们自己 脑子里会演小电影 小电影就会演到 那如果这样的话 就考不上高中 考不上大学 考不上大学 就没有工作 就捡垃圾 就吃破烂 对吧 我觉得我们这是 特别常见的一种叙事方式 然后我们被他 一旦把他妥协了 就被这些东西裹挟了之后 我们就会 刚才我老师讲这些东西 他就都放下了 什么接纳呀 对吧 我反正很接纳 很爱你 那你现在就得表这事做了 你就得吃这个 什么香草味的冰激凌 就类似这种例子 实际上是非常多 所以我觉得如果 咱们那个 就是成人朋友们 听到这一段话 觉得还在拼拼点头的话 可能要想的是说 我们怎么能够 在这种灰色地带 还去能够做到这一点 这其实是非常难的 其实是非常难的 我就说为什么 到底就是做父母 是一个所谓的修炼 这不是说鸡汤的话 它就是这样的 我们其实经常要在一些 看上去很模糊的地段 能够接着去做 这个时候我有一个方法 我觉得就是 或者我只好有一个形象 在我自己脑子里面 我觉得蛮有效的 提醒我自己 大家也可以用 就是我觉得 大家有知道 那个成语叫买毒还猪 是吧 买毒还猪就是说 这个猪是什么 猪其实就是 刚才我老师讲的 就是它与生俱来的 这种感觉 对吧 这种直觉 就是这个直觉 它当然 其实实际上 是需要经过一些训练的 不是说我们只靠直觉 那你也不用上学了 跟直觉走 不是这样的 大家有时候 听很多概念的时候 不要有两分法 是这个就不是这个 但是呢 大家就这个 其实这句话是 爱因斯坦说的 他说我们人有 人有两个部分大脑 一个叫逻辑脑 叫logical mind 和rational mind 而另外一个叫做直觉脑 叫intuitive mind 对吧 那就说 他说我们其实 这个你要问 我们哪个大脑更强大 可能很多人会说 你这个rational mind 这个逻辑脑更强大 他说实际不是的 他说你这个intuitive mind 比你这个逻辑脑 要强大 太多了 所以他当时整个 那些什么相对论 这个东西 其实都是空想出来的 那就是都是靠直觉了 所以其实人类整个 我们文明历史上 文明发展上的 巨大的这种突破 其实都是来自于 我们这种 所谓的灵光一线 对吧 就这个灵光一线 哪里来的 这个每个人都有 不是说只有爱因斯坦有 所以这个东西 其实才是这个猪 对吧 那我们外边 这个东西是个盒子 这个盒子呢 有的时候看着挺破烂的 可能你家里一般 有的时候看着 可能挺高级的 你可能去了个好学校 但它都是个盒子而已 对吧 等你到了某一段 当你50岁的时候 你在跟朋友聊天 大家跟你 你新搬到一个地方 有新的邻居 谁会问你说 你高中是考的第几名 你大学去了哪个大学 得了什么奖学金 谁 谁 谁也不会在乎 所以这个东西是 就是不管好还是不好 其实它都是这个盒子 那里面这个猪是最重要的 所以对我们的教育 有的时候 一定要不要买毒还猪 就每天抱着那个盒子 那猪早上你扔了 然后我们还觉得 这盒子是大宝贝 其实这个是 我有时候觉得 看我们教育 我就觉得特别痛心 痛心就是觉得 实际上就是真的 我们在做大量的 买毒还猪的事情 所以我如果作为家长呢 我也是家长 我孩子也是在 在这个 在成长的过程中 有的时候我会提醒自己 比方说孩子 特别专注的做一件事 哪怕这件事看上去 也不是他的作业 也不是什么 他可能就在搭一个乐高 或者做一个什么手工 但是你要去训练自己 看到这个猪 这个猪是什么呢 猪我就讲说 实际上是那种 看不见的东西 因为比方看得见 都是在搭乐高 那你说如果按我们的概念 我们其实马上 大脑会赋予他一个概念 这个概念就是 这就在玩 或者还有一个概念 说这个玩是不干正事 对吧 其实我们大脑里 有大量的概念 但是我们要训练自己 就是说把这些概念扔掉 我们能不能看到 他的那些看不见的东西 比方说他非常专注 比方说在一个 五六岁的孩子 如果能专注一件事情 45分钟 实际上是很超长的 是很了不起的 对 所以他哪怕玩的是乐高 他如果在专注 我要去保护和保持 这种专注 所以当你能看到这一点 你就突然看到那个猪了 你知道吗 你就训练你的眼睛 看到了 这就是那个夜明珠 就是那个宝贝 然后这个时候 你剩下的东西 它下一个 你可能报了个网课 它没上没关系的 那个东西 可能不会消失太多的 就没有什么大的损失 你可能的确损失了这个钱 但是在经济上 有个原理叫做 sunk cost 沉默成本 对吧 你这个反正都 巴尔尼也交了钱了 你上不上 你那个钱都交了 所以当我们有这种感受的时候 你就会训练自己 去看到这个夜明珠的这个能力 看到那些 看不见的东西的能力 这个其实跟回到我们讲 自我也是一样的 因为你说自我是个什么东西 自我就是看不见摸得着的 摸不着的 对吧 那就自我不是说 我就是 我书里其实引用了那个例子 他就说当时一个 这个什么 这个这个 这个纳粹军官 看一个犹太人 是吧 说你是什么人 他说我拿一大落 我这是我这个证书 那个证书 这个什么证书 他说这是我所有的 他说你把东西给我吧 所以都给了那个纳粹军官 纳粹军官 哐扔垃圾箱子去了 说那你 Now you're nothing 你现在啥都不是了 对吧 那如果我们的自我是这些东西的话 那你可不就没有了 但本来自我就是 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 所以其实我们 在孩子身上 开始看到这些 看不见摸得着的东西的时候 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其实就开始 帮助他构建自我了 其实这是一个方法 可以大家借鉴嘛 其实每天生活里都可以用得到 我先刚才你讲了一个 很生动的例子 就是关于 也很具体的例子 关于乐高的这个故事 就是当孩子玩乐高的时候 他全然的投注其中 他在一个高度专注状态 那这时候如果是能够 看见那个 看不见的东西的时候 就知道孩子的专注 就是这是一个极其保固的东西 如果这时候家长 就不仅说 你别玩了 你要去学习 有个网课要怎么怎么样 这是一种破坏 但还有一家长是这样 一家长看起来 这个孩子也挺关爱的 就说孩子累了吗 来喝点水 来那个吃点水果 你这个乐高 大得真不错 你给爸妈分享一下 你大乐高的感觉是怎样 结果你看 这都是对孩子的 一个感觉的破坏 其实我们就明白 孩子能够持续的 在他的这个专注之中 如果能持续45分钟 那这是非常了不得的 这个事情 我想专注是一部分 还有一部分 你看我们在 就讲这么一个故事 当孩子在专注的 做大乐高的时候 他在一种享受之中 甚至假如他能够 持续45分钟的专注 其实他会体验到 一定的心流 那么这个时候 孩子就处在一种愉悦 处在一种享受之中 那这是非常宝贵的 当孩子一旦能够 在一件事情之中 他体验到 当他能够全然投入其中 有一定的心流的体验产生 他就获得了一个 极其宝贵的事情 就是做事情是享受的 所以我想这是那个 这是真正的力量 和虚假的力量 一个极其巨大的区别 当我们体验不到 做事情是享受的 最后就变成什么呢 学习是苦的 工作是苦的 都是为了生存 不得已 都是那个人第一名 自己第二名 感觉不爽不行 要这个超过他 或者说自己 如果发展不好 以后怎么活呀 然后都是 你也基于这么一个部分 会认为为了活着 为了这个证明 自己比别人强 不得不去努力的 学习和工作 当有了这种感觉之后 真的很不幸 你就沦落成普通人了 当我们有另外一种感觉 就是做事情是享受的 是愉悦的 那么这个时候 就形成了所谓的内趋力 内趋力不是说 有个家长在内在 拿着鞭子 抽打着他 你不努力 你就怎么样 内趋力是和愉悦 连在一起 他深刻地体验到 当他去做事的时候 就无论是这个 学习工作 还是娱乐 就是他总是专注在 一件事情的时候 这是一个非常愉悦的事情 而且这个内在的愉悦 就是他带来的享受 要超过物质 甚至超过各种各样的 这种这个世界上 用物质带来的这些东西 那么这样一来 孩子就获得一个 极其宝贵的这么一种体验 就是高度专注 带来就是愉悦 而且带来这个世界上 极其宝贵的愉悦 而且在愉悦的过程中 是你体验到一种合一 你发现你和这个事情 好像有种合而为一的感觉 当然对幼小的孩子来讲 体验到这种合一 或者知道合一的 就有什么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但是他有这么一点感觉 这是极其宝贵的部分 那么未来这种专注 愉悦合一心流 这也成了一个 这世界上最好的东西 那么这样一来 对他来讲 学习也好 工作也好 都是愉悦的 那么有愉悦去做事 这感觉是很不一样 比方我们想 如果我们学习的时候是苦的 你在学习的时候 在损耗自己 那么工作的时候 你觉得是苦的 你也是在损耗自己 所以因此大家觉得 很累 要躺平 但是假如你在学习的时候 你是享受的 你工作的时候是享受的 这个时候你就完全不一样了 那么讲到这儿 可能很多朋友就会说 工作是享受的吗 我给大家来举一个 我自己的例子 就是你看我现在 都写了六七百万字了吧 我具体也不知道 我到底写了多少字 但总之六七百万肯定是有的 至少写了十几本书 在得到上的一个课程 一年写了一百万字 但是每次我去做按摩的时候 按摩师都觉得很奇怪 因为很多按摩师知道 我说 吴老师你怎么没有血毒病 我的颈椎 我的肩膀都挺OK的 那为什么没有颈椎病呢 因为我想说 我在写作的时候 我乐在其中非常的愉悦 所以这种愉悦 它不仅是一种 感受上的开心 它作为一种能量 作为一种活力 它会滋养自己的身体 结果自己的身体 也因此得到一种滋养 如果现在有人说 吴老师我给你 其实很多人不相信这个说法 但是对我来讲 这很真实的 说我给你 比方几十个亿 你这辈子别写作了 你别讲课了 你别思考问题了 那这事我是拒绝的 因为对我来讲 这带来的语悦 这个是非常不同 所以你看 对我来讲 专注写作 我并没有什么血作病 甚至我都没有说 做了太久了 有这个作者带来的 这个疾病也没有 这是因为写作 带来的一种高度的 享受和语悦 但是我们做自媒体 我们这些小孩 就是到我们这来工作 他们开始码字 真的是一两年 就开始有写作病了 这个颈椎变粗大了 然后肩膀变得 开始僵硬了 然后不断的要去按摩 动不动就疼 那这个就不一样 是吧 就是当你必须 作为一个成年人 你经常在工作之中 这个 但是你是愉悦的 这事就 而另外一个人 他在工作中 他是痛苦的 你看 这样一下来 生命差别有多大呀 时时刻刻都在做的一件事 这边觉得是愉悦的 这边觉得是痛苦的 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不同 所以我想我们做父母的 就是或者做教育的 包括我们自己的时候 得看见 当然这点我们得明白 我们成年人 重新学习愉悦的 去做事不容易 但是我们看孩子 孩子当他天然的做事的时候 他都是愉悦的呀 所以做父母的很多时候 我们现在 后来我就说 中国家长想躺平挺容易的 你别干涉孩子 让孩子干嘛干嘛 就保证他的吃喝拉撒睡玩 就行了 你给他提供好物质基础 结果你的孩子你发现 你没这么使劲 你居然已经胜过了 绝大多数父母 因为大多数父母 都在使劲地破坏自己的孩子 所以就没使劲 你就成了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 这个极其重要的这么一个部分 就是专注和愉悦 是吧 就是和另外一个不专注 就是痛苦 这些人生就是何等不同了 对 是的 是的 对 其实专注和愉悦 你讲的特别对 就是因为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 这似乎很奢侈 就觉得是个奢侈品 说你看吴老师 你是搞这个自媒体 你也是名校毕业 就经常有人会跟我讲 可能你也会 你也可能受到这个问题 说我们普通人怎么办呢 但是我就想回应一个这个问题 就是说其实刚才讲的这些事情 为什么 包括我想很多老师写书也好 我平常跟大家讲的 讲课也好 包括我们做社区 大家可能 今天因为跟温老师的直播 他们还搞了一个特会 如果加入诺言的话 诺言是我做了五年的一个社区 为什么做社区 做这些事情 其实我想一个底层的一个心态 就是说这些事情 它不是用英文叫做Rocket Science 就好像是火箭科学家 你必须是一个特别厉害的人 什么叫懂微积分 然后要学好多好的流体动力学才会 其实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 好多时候我们去学习它的这个 因为我们有一个 很有意思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就是说为什么很多家长很痛苦 就是实际上是我们对孩子 成为卓越的一个路径 我们是有误解的 我们有一个 我们很多人呢 其实大家可能意识不到 我们有时候一想到一个目标 我们同时就会想到另外一个事情 就是达到这个目标的路径 而且我们这个路径 可能很快就写上 比方说你要去高中考第一名 你要去上清华 上了清华 你要去研究生 比方说像我这个路径 就像刚才您说的 可能就是这样 最经典的写霸路径 对 是的 我是非常经典 但是以后我要跟大家讲 其实我不是说是冲着这个路径来 这是一个结果 就是不是说我爸爸妈妈说 这也是你的路径 你必须这样 这样我才做到的 不是这样的 但是呢 我们有因为看到了一些结果 我们就会 就会把这些结果 把它路径化 说你也要这样 你必须在七岁的时候 做到这个 十岁的时候做到这个 十二岁做到这个 十八岁做到这个 你才能那样 我们马上就把这个路径 而且我们把这个路径 是奉为圣旨 就是这样的 其实这个是我们 无意识已经做了一个事情 其实我们大部分时候 对路径的理解 是完全错误的 路径不是这样的 它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可能 如果家长能做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看到目标可以 然后我要去真正理解 这个路径到底是什么 而不要用想当然的说 去看它的结果 就是所以我为什么 我经常推荐大家 或者是希望大家 去多看一些 像人物传记一样的东西 就是你认为 你了不起的这些人 他到底是怎么样成长的 他很多时候 跟我们想象的 这种按部就班的路径 是非常不一样的 就当你看到这些 真正的这种 真正的人的这种 成长的这种过程的话 你会发现 哦原来我的那种路径 是我自己意想出来的 那一旦你放弃这种 对路径的意想 你就会更真实 回到我们刚才讲的真实 你就会知道 想去研究 人到底是怎么样的 对吧 那就像刚才讲的 你就说这个幸福愉悦 因为我们可能很难 把幸福愉悦 和他以后找到工作 连起来 我觉得这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目标 可能就定错了 目标就定到找工作 是不够的 就是就像刚才讲 如果你找到工作 是个他非常痛恨的工作 是一个为了生存 不得不做就做的工作 他每天都不喜欢的工作 你这个目标就有问题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目标 不应该是说 他只有开始工作 而是说 他能够有一个 自己能够永远得到 这个价值 能够感到的 感觉到这种 就像刚才 我老师讲的 自己工作的 这种幸福感的 这样的一种状态 我们其实追求 是这种状态 对吧 他是通过工作做 还是通过他自己 以后做自媒体做 还是他去当个 什么东西做 我不管 因为这个东西 你也设计不了 所以首先要想 这个目标 然后再想这个路径 路径就是说 实际上 它是有路径的 这比方说 刚才讲学习也好 讲这个 讲这个成长也好 讲这个 怎么把愉悦感 转变成 它的实践能力 是有路径的 这个路径不是 我们表面看的 这个按部就班的 要去哪个学校 要考第几名 这个路径 所以当我们 有这个认识的时候 其实我们对 教育的认知 就到了一个 更接近真实的 这样的一个层次 而不是在这个 虚假的 这个表面的层次上 在做文章 和浪费精力了 那我作为这个 这个心理学者 当你这样说的时候 我脑子里 就不断地 有各种各样的 这个底层逻辑 各种各样的逻辑 这样的那个总结 当然 就是我这边的 那个 就是粉丝 可能一直会知道 我讲的这个部分 但我想 就刚才这个 我想再做一些 重要的拆解 那么刚才 你一直在讲 一个特别重要的形容 就是买都还珠 就是那个 那个盒子和珍珠 到底哪个重要 其实这就涉及到 我一直讲的 真和假的问题 前面我一直讲 真实是一切的开始 你应该承认 自己的真实水平 就是其实 我们讲的真实的时候 还有一个 特别根本性的 这个真实 这个真实 就是也包括前面 为什么老讲 这种感觉 就是那些被破坏的事情 让人这么痛心 因为 就是我们对真实 做个定义 何为真实 其实就是感觉是真实的 而思维 是这个虚假的 就是当这是 我做的一个定义 就是包括爱因斯坦讲的 是吧 直觉 其实这个时候我们说 直觉用碰触这个世界 它是真实的 而逻辑推理 就是它是虚假的 当然这个逻辑推理 它可以获得真实性 这个真实性 就是它要和这个体验结合 它要和感觉像结合 那么它在这种 脑袋上的这个逻辑推理 不能成为无缘之水 当然这个推理 纯粹是一种思考 脱离了体验 脱离了感觉 那么这个时候 它就成了个无缘之水 成了个纯虚假之物 但是当这个思维 能够和体验 很好的结合 一个人又尊重自己的感觉 他的思维又高度发达 我觉得你肯定是这样的人 那这个时候 他的思维和感觉是合一的 然后这个时候 他首先因为 他的这个感觉具备了真实性 同时他的思维 又是尊重自己的感受的 其实就是思维为感受服务 而不是感受为思维服务 所以这个是 大家要把这个东西 这个讲清楚 那这个时候 我就再回过来 做个总结 就是做个定义 就是 真实是一切的开始 没有真实 什么都没有 那么是何为真实呢 就是尊重自己的感觉 感觉和体验 它是真实呢 当我们不能够 活在自己的感觉之中 我们活在别人 给自己提的要求之中 那么这时候 我们就进入一个虚假的状态 那美国的神会学家 伊斯尔·坎贝尔 他做了一个很好的说法 他说 当我们不能尊重自己的内心 我们到外面去寻找 该如何活着的这个答案 按一些外在的规则而活着 这就构成了荒原 当你一个人这样活着 就是你一个人的荒原 当一个团体 一个社会 就集体这样的活着的时候 就是构成了一种 集体的荒原 所以就是 他讲的是这么一个部分 但是我想就是 我后来把这个部分 做一个梳理 最终做一个 特别重要的定义 就是感受是真实 真实世界的开始 首先意味着 你对这个感受的尊重 所以当这些做父母的说 你不应该吃巧克力冰淇淋 你应该按照我的说法 吃个香草冰淇淋 你现在不冷 你现在不热 你身体差 你要穿个羽绒服 或者说 你现在没吃饱 你再吃一碗饭 我们认为这些都没什么 但这里面都藏着一个 至关重要的问题 我们都对孩子的感受 进行了破坏 当我们进行了破坏之后 这个时候 就是我自己在 就是讲了 我自己在发明了一个逻辑 这是我自己讲的 我也没看别人这样讲 就是我们老讲 这个self 自我 自我是什么呢 后来我就做了这么一个定义 自我就是我们的精神生命 我们都有肉体生命是吧 我们还有自己的精神生命 如果我们把自己的self 理解为是这个精神生命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自我 它具备一个特别重大的这个部分 就自我就是我们的精神生命 而这个精神生命又从哪来的呢 蒙特索利 他也不断在讲这个逻辑 就是感受是自养孩子的精神培胎的 这么一个基本的养料 那我想再做这么一个简单的定义 我们的一份感受 就是一份这个精神生命 或者一份精神生命的养料 当我们这个感受 我们能够这个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感觉而活 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份精神生命 就活了 就存活了 但是当我们这份精神生命 我们的感觉被灭掉了 我们这份精神生命就死掉了 所以大家这个时候就明白 这个按照自己的感觉而活 其实就是不断的滋养自己的精神生命 然后自己的精神生命越来越强大 越来越强大 但另外一种活法看起来正确 就是要出人头地 要考第一名 要怎么怎么样 要做这个能够挣到钱的 这个这样的选择 你也许是对的 但是假如在做这些选择的时候 我们都是在破坏自己的感受 就是结果就变成 我们的精神生命越来越虚弱 越来越虚弱 那么最终就构成了这样的两个部分 而这个时候我们就 就再回到这个买度还猪的故事上来 就是那个猪 就是我们的精神生命 就是我们真实的这些部分 当这个真猪真正得到了滋养 得到了尊重 我们就获得了真正的力量 但是我们觉得那个外壳才是重要的 就是我们的这个 就是前权名利的 这个物质性的 各种各样的这个外在的这些部分 认为那才是对的 那才正确的 而我们一直要打压自己的感受 结果我们那份真猪就得到了破坏 我们这个真猪也就就没法得到这个滋养 更不用说就是变大 那这个时候就变成 看起来就是在 我感觉在学校的时候差别不是那么明显 你看在学校的时候 有人也是精英啊 很聪明 就是因为在学校里 特别中国人的学习 主要用脑袋来决定的 用思维来决定的 所以只要一个人这个智商还OK 他又努力 他的学习就会不错 所以那个时候真实和虚假 没有这么明显 但是到了职场上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至关重要的部分 你看到同样是这个名校出来 或者同样一个起点 就是有些 好像大家看见 最初的条件都差不多的 但是有一个人 就他的成长就变成了一个 这样一个曲线 就是最初成长一点点 但是一直没有出现根本性的成长 最终这个到了35岁以后 出现可怕的35岁定律 这个能力在下降 但是另外一种人 他的起点就是 这么一种指数性的成长 我觉得其实就是取决于 我们是尊重了自己的感受 以至于不断滋养自己的精神生命 还是说我们一直破坏了自己的感受 这你的孩子是吧 他在 他在 就是另外一种是 我们破坏了自己的这个珍珠 破坏了自己的这个精神生命 结果我们一直处在一个比较 就是虚弱的状态 甚至我们越来越虚弱 这是我做的一点疏离 对对对我觉得非常 我非常同意就是您讲 要不要让他给大家打个招呼 不行 他这个小孩露面 我们会掐直播的 会有这个部分吗 去说是 所以他 你要看啥 你有什么需求 好的 对 我觉得您讲的这个 我其实 就是这个想法 我也听说 我觉得挺好的 我是觉得 我其实在书里面写了一点 当然我就说 我不是什么心理学家 但是 其实我觉得对自我的这个探究 其实人的智慧是 有几千年的历史的 大家如果去研究 像那个 像这个 Buddhism 或者佛教里面 讲的很多东西 其实就是在 因为现代心理学的产生 实际上是 近一百年左右的事情 但实际上 我觉得 如果大家看人的这种 这种智慧 包括其实很多宗教的根源 或者我们把宗教里面 这些跟文化相关的事情 和跟历史相关的事情 把它拿走的话 其实都是在追问这个问题 然后 所以那里面 我在书里面写了一个 这也是我 后来看这个东西 包括有一次 有一次跟一个人聊天 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说你看我们这个 我 这个我 其实我们说 要比方说自己 或者自我 这个词 实际上它是有多层含义的 就是有一个时候 比方说 有的时候是说 这叫那个 英文有个词 叫personal self 就是这个小我 这种基于恐惧的我 基于战友的我 那这个我呢 那你可以说 那这也是我精神生命 是我脑子里想的 但这个基本上 就是在我们的大脑里面 在我们的mind里面 是吧 那这个mind里面 其实很多很多是噪音 很多是噪音 就比方说 我认为我不好 可能是因为 我妈妈说我不好 可能是因为 我老领导说我不好 那这个东西 并不是我真不好 但是我们有大量的 这种念头在这里面 那我们再往下的一个我 其实就是说 实际上就是 通过这个念头 或者思维 就您刚才讲 是在更深的层次里面的 这个我 就这个我实际上 是更真实的我 但是很多我们的困难 是在于我们 我们不知道 在讲哪个我 我们有时候 或者我们经常是 陷在这个最表面的 这一层我里面 所以其实我们没法 跟自己底层的 这个我接触 所以就是讲感觉 为什么说像 艺术啊 冥想啊 运动啊 这些东西都是这样 其实真的是 就我们都有机会 去接触这个东西 就是感觉也好 做这些事情 都是这样 就是比方说我们 如果作为家长 或者大家作为自己 也需要一个 很小的技巧 交给大家 就是比方你跟孩子 你每天做一天 不管是什么机缘吧 你就问问他 今天感觉怎么样啊 或者是 什么事感觉好啊 告诉我为什么呀 他们就是 比方说我们那个 我老三他今年九岁 他们他最喜欢的课 是那个handwork 他们学校里 我那个handwork 就是做手工 织毛衣啊什么的 他说我就喜欢织那个 他就是 然后他也说不出 什么很高深的词来 也不是说什么进入心流 也不是什么的 对吧 他就说他喜欢 那你让他讲一讲 其实你让他讲一讲 他哪怕讲得很具体 说啊我知了个这个 这个那个 实际上是他在回顾 他当时非常喜欢的 这样的一种心理状态的 这么一个过程 你等于给他 延长了一个五分钟 比方你跟他说了五分钟 他这五分钟里面 他就又回到当时上课的状态 他喜欢的状态 你就可以做这个工作 那你不用跟他讲大道理 说啊我们要进入心流状态 什么进入这个脑 那个脑 没关系 你就跟他说 你今天什么时候喜欢高兴 给妈妈说一说 然后用他的语言说 这就带回到他那个状态 然后你会慢慢就会知道 然后而且你也给孩子 传递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就是你很关注 或者你很希望 他是有这样的状态 他感觉好 在你这儿是重要的 这其实是一个 没有说出来的 没有用语言说出来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但是其实 如果我们都把这个都弄 都都都都 就在这个新层次 其实还有一个更大的大我 这个大我就是说 其实就是说 一个除去了小我的 除去了这个自我的 这个我 就是每个人 其实说到底 那其实都是跟 跟大千世界也好 跟其他的人也好 底层是相连的 对吧 就是就是我说 为什么就最简单的例子 我们看新闻 看到比方说 土耳其有地震 那那可能你们 你一个亲戚朋友 在那都没有 你一个人也不认识 但是你还会看到 你会非常的心痛 你会同情 你会你会为他担忧 其实这种感受 是非常无价的 每个人都有 这个不是说 你必须去了清华 必须什么上 是个心理学专家 但这个就是我们底层 一个非常大的大我 每个人都有 其实当我们 在这个层次上 去让自己 用这种状态 去生活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的很多限制 就更少了 就更少了 你会发现 很多很多可能性 就更多了 所以其实最终 是实际上 是透过 我有时候有一个 比喻这个形象不大像 因为大家知道 现在海洋里的污染 很严重的吧 那如果有的时候 那种 因为我去年 疫情以前了 有一次去印尼 印尼有个小岛 我那印象特别深刻 因为印尼的小岛 它在南边 那个岛其实很小 也很干净 但是它有大量的垃圾 就是海上的塑料垃圾 会吹到那个岛上去 然后那个 你就会发现 你要当时看海水 就一片塑料 那有的时候 这就像我们大脑一样 我们就在这个塑料盒子里面 全是个海上垃圾 所以我们得透过 这层塑料下去 你可能才能体验到 这个海水的这种宁静也好 海水的这种无限性也好 所以其实这个工作 就是 其实刚才讲 或者讲我们的精神生命 其实精神生命 你可以说 那我每天想到这些念头 是不是我的精神生命 这也不是我的肉体 不是的 这很多这些念头 其实都是垃圾 那我们其实要透过这个东西 看到底层 一直到底层最深的这一层次 你跟大海融为一体的 这个层次 实际上你会发现 哇你的精神生命 是无限的 什么都可能的 那很多所谓的限制 无非是你自己的生命体验里面 带来的一些记忆 比方说记忆 当年的高中老师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就回到刚才您说的那个 所谓我在职场的转变 我当时有个很大的感受 很有意思 我就想 我说我现在在这个公司里面 谁知道我呀 谁认识我呀 可能一开始我会想 你看当年我在我们高中是第一名 我高中有个某某老师 某某老师 觉得我很厉害 对吧 或者我在读博士的时候 我也很不错 我的老师会怎么样 但是后来我当时就想 我现在在我的职场环境里面 他们都不在这儿 对吧 但是我会让他在场 对吧 我把这些人都带到我的里面 说这些人给我指着我的鼻子 说这个那 你会发现 都是你自己头脑构建出来的 那你把这东西放下之后 我们所谓的所谓的活在当下 那其实活在当下 就是把这些 把这些塑料瓶子扒开 然后能够到下面 你会发现 其实你在这一刻 你就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你不需要带着你的那些回忆 带着你那些记忆 带着你曾经的那些评判 那些人 那些人已经过去了 对吧 我们其实只有通过我们的记忆 他才能在当下获得生命 我们把这个东西放下之后 你会发现 其实大海是可以无限的 是可以很平静的 然后有无限可能性的 其实就是刚才你 引用你讲的那个精神 精神生命 其实就是我觉得 我们每个精神生命 都可以扎得很深的 就当我们看到这种可能性的话 就是每一个人 就是还是回到所谓的普通人 都是有可能会可以 可以做到 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那个 刚才你最后讲了这么一句话 我觉得我需要做个澄清 就是关于普通人和高手之间 就是 的确就是你 想传递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平等的那个概念 就是每个人都可以找到 自己的使命 每个人都可以找到 这个自己的感觉 然后就是找到自己 这个为什么来到 就是这一生 是吧 就是自己的一些东西 我想的确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是 但我想还有一个很残酷的部分 这个残酷就是 就另外一方面 我们的确看见 当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 就在讲这个能力上 当我们讲的各种各样的能力上 你的确会看见 多数人还是会在普通的层面 而这个高手和天才 的确是少数 那为什么会形成 这么一种局面呢 就是我觉得的确是 我们有这么一个部分 我们多数人是活在脑袋之中 而就是信任 由衷的信任 自己的感受的人 他总是少数 结果因此会导致 这个信任自己的感受 个性化活着的人 他们就有了这么一种可能 就是成为高手 甚至成为天才 但我们这个不敢这么真实的活着 我们活在了虚假之中 然后就是活在 其实脑袋 按脑袋活着 是一个比较安全的活法 就是 而且这时候你会很容易发现 千篇一律 别人怎么活 自己也怎么活 别人都想挣钱 我想挣更多 然后最后就变成 是这么一种活法 那么这种活法会导致 就是大家活在一种虚假之中 而且所以我会说 真实的关系是可以成长的 当我们能够出现 几何技术的成长 都是因为一个人 先是真实的活着 接着和这个事物 建立的深度关系 最终他的成长 出现了几何技术的 不可思议的成长 然后你会发现 花了同样的时间 但是对方就是 这个好像效果也比你好 很多很多很多 但是假如我们不是 这么真实的活着 我们虚假的活着 接着按脑袋活着 远离着自己的感受 那么这种虚假的活法 的确出来一个 非常可悲的结果 你虽然很努力 因为我觉得 就是至少在中国 就大家就真的都挺新的 就是但是你在 很努力的状态之下 你会发现 你的效率就是低 你这个关键性的成长 没有出现 所以因此出现了 这么一种 这个所谓的普通 和这个高手之间的 这么一个重要的区别 而你刚才 就是后来讲的一个 特别重要的部分 那个大海深处的 就是在那个垃圾瓶 下面的 就是那样的水 其实我们就讲 我们的生命的源头 或者是这个能量 活力 就是或者说大我 它最终 这是个什么样的东西 虽然我们有 各种各样的定义 但是依我的这个 了解和树立 就是当我们活在这儿的时候 我们就碰触不了它 当我们按照自己的 感觉而活的时候 就是这是一个可能性 就是当我们 用自己的感觉 因为这是我们 这是真实的 我们才能碰触到 事物的真实 当我们能够体验到 合一的体验的时候 合一的体验 同时会必然会伴随着 高频质的心流 那个时候你就发现 我就是你 你就是我 我就是万物万物都是我 然后那个时候 你就会进入了这个水源 进入到这个 就是合一的状态之下 然后你发现 就是原来有一个 源源不断的 就是这么一个部分 而且那部分 好像无生无死 然后这个时候 你的恐惧也就放下了 然后就你发现 就是就虽然 全然都放下恐惧 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 就是但是那个时候 你发现 原来这是说的夸张一点 但是这个我就随便讲讲 就是你发现 就算你死掉 好像也是回到这样的地方 那这个时候 还有什么恐惧呢 就是 对 而且这是 这是所谓的存在 这是所谓的道 这是所谓的源头 而且你逐渐都会发现 你的所谓的能力 你的所谓的创造性 所谓的很多东西 只不过在那个里头 咬了一点水 就是 就是这样而来 但是假如 你不信任自己的感受 然后就 你发现 你根本都达不到这个地方 就是 就所以 因此会出现了这样的部分 我们最终 先是 信任自己的感受 可能逐渐 产生一点深度关系 成为高手 但是当我们 逐渐地体验到 这个合一的境界的时候 就是 这个时候 你可能 有一点达到天才之境 但是你发现 这个所谓的天才 并不是 你多么牛逼 就你多么厉害 而是因为 你信任自己的感受 最终你发现 有那么一会儿 你全然放下了自我 你在一种 无我的状态之下 然后你体验到了 和一个事物的合一 而且这个时候 我经常讲的一本书 就是 马丁布伯的 他那个《我与你》 他言语这话特别的好 他说 我们和任何一个 微小的事物 建立一种全然的关系 你并非是仅仅体验了 和这个事物的合一 你其实体验的是 和全然的存在的合一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 特别关键性的事情 这个时候 我觉得回到你 今天强调了几次 我想那的确是个 很重要的部分 所谓的就另外一种 就我们不再去分 高低贵贱是吧 就是不再去讲 就是只有某些成功 才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 才是值得追求 而是当我们 信任自己的感受 追逐自己喜欢的事物 而当我们和那个事物 产生了一个合一的感觉 这个时候你就发现 哪怕你仅仅是和一个手机 甚至你在抚摸它 就是产生一个合一的感觉 其实这个时候你体验的是和 万物合一的感觉 是个存在合一的感觉 这时候你的自我也消失了 所以这个时候就变得很不一样 这样一来 我想这是一个 极其重要的部分 就是原来和任何一个事物合一 就是都是一个根本性的部分 那这也就意味着 我们去做任何一个事情 其实你能够全然专注 其中都是一个价值无量的事情 而且这个其实已经超越了 我们通常讲的这个价值的部分 对 是的是的 所以就是说 其实所有的痛苦 都来自于分离 是吧 对 可以这样来讲 对 所以就是我们的这种分离感 就是你是你 我是我是吧 邻居是邻居 我的孩子是我的孩子 你的孩子是你的孩子 其实这种分离感 是很多痛苦的源泉 我非常同意 这个做 但做起来其实挺难的 我就觉得合一这件事情 我觉得 其实所谓的我们世俗意义上的高手 也就是在一段时间里面 或者是一定的瞬间会提出 这是我的感受 我觉得我完全没有说永远在合一的状态 我大部分时间其实是不在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能永远在合一的状态 这些就释迦牟尼了 对吧 然后就六祖会能了 就是有这样的人 但是呢 你哪怕体验到一点 你会发现就像你讲的 就是甘之如頤 就是大海里有一瓢水 就你这点成就 哎呀 那正确是大海里的一瓢水 然后这个海还多了去呢 所以这个时候也会 你会发现突然对自己的人生充满了期望 我觉得哇 我这一辈子还能干好多好多事 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都应该有这样的状态 就是说不要说 你看我今天有人会说 哎呀 你看我都35了 我都40了 我都这 我都那了 我都更年期了 我都怎么样 我觉得你哪怕今年90岁了 你只要生命还在 你还可以做事情 就是 就是我觉得当我们意识到 就这种大海里的一瓢水 这种状态的时候 你意识到哇 其实这个有无限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生命非常有意思 非常有可能 然后这个我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小方法 一个练习 就是因为我有孩子嘛 特别是妈妈 妈妈对孩子的这种感情 其实是可能是很难 就是用语言去描述的 然后呢 我就会做一个练习 比方说你去接孩子 你会看到你的孩子 你也看到其他人的孩子 你当然 你首先有两个 我觉得首先 大家先对自己的孩子 比方说我们经常会看到孩子 会马上就想到一些事物性的 哎 今天作业做没做啊 老师怎么样啊 你今天这个课上的好不好啊 你不要 就是我有一个练习 就是说 你就是看到孩子 本身就特别特别的狂喜 能做到吗 其实能做到 我就讲一个例子 我可能树里提这个了 我说 就如果你带着孩子去超市 孩子走丢了 对吧 然后你啊 你这个心肌如焚爪 你又报了警 你又这那 然后突然在一个拐角的时候 看到你孩子了 你是不是就会狂喜 对不对 就是就是这种狂喜 不需要是无条件的 不需要他今天 你不会说你今天作业做了没有 你不会问了 你只要能找到他 你高兴坏了 所以经常提醒自己 就是只要孩子存在就高兴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 我们可以做 就是你看到别的孩子 别人的孩子 不是你的孩子 能不能也用这种心态去看他 就是就是你不是说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 我们的爱就会 我要让我的孩子拿到最好的 对吧 其实当你这么想的时候 你就在制造一种分离感 分离感就是特别是 我要偷偷的来 哎呀咱们这个加点餐啊 然后我们做一些 妈妈带一个上一个 就很有意思 我记得是我们在伊土的时候 有时候做夏令营 才知道有些家长 抱夏令营要藏着的 也不要让别人知道 我孩子去的什么夏令营 就我的孩子得去 得去上一个别人 生怕别人竞争是吧 对对对 我说你没想到 如果从这个karma的角度来讲 就从这个业力的角度 这是个非常坏的karma 你以为你在帮孩子 其实你这件事情 其实是给孩子这个 没有积德 知道这件事 他不一定什么时候会出现 但很多人就是这么想 因为我们有分离感 所以就第二个练习 你能不能就是 当你看一堆孩子的时候 你的孩子跟你 跟学校里一块走出来的孩子 或者是说什么 夏令营一块走出来的孩子 或者你能不能用 同样的心情去看他们 就当我们有这样的这种 就这两个练习 就在你脑子里过一遍就行 你也不需要做什么 每次去接的时候 送的时候 你用这种心态 你可能就花个十秒钟就可以了 花好多长时间 但这样的一种练习 其实就是一个 让自己跟这种 无限性相连接的过程 这时候你会发现 你当你像 对自己的孩子一样 对其他的孩子的时候 你可能在有个夏令营 你就会问问 大家有没有有兴趣 是吧 然后如果有人报名挺好 你这就在积累一个 正向的karma 你就在做一个正向的事情 其实就这种练习 其实不难的 但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意识 去用这样的方法 实际上是一个蛮 蛮有深刻意义的 这么一种做法 我再翻译一下 刚才那个英诺讲的karma 是指的是业力 所以我想做中国人 对佛学 待会了解一点 我们都知道 这个业力的这个说法 这个时候 我想这是一个 特别重要的这个部分 这个狂喜 就是 那我想这个时候 我想再次 把这个部分说一下 当我们 就是作为孩子 能够在自己的父母那 获得过这份狂喜 那这个感觉就非常的了不得 你感觉到你的生命本身 是被祝福的 你的自身的存在 就已经就是具备了 这个巨大的价值 就已经就是被另外一个人 就是无条件的接纳和肯定 而且这份狂喜 这真的是一个很深的肯定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会觉得 我们好像没获得这个部分 或者你觉得 至少是你不太记得 或者怎么样 但我想在我们的生命之中 我们都可以通过 自己的努力获得 这个努力就是 试着全然的投入一件事情 当然我们并不需要 时时刻刻的全然的体验到 你哪怕只是体验过 五分钟 十分钟 当然比较好 半个小时以上 你体验过全然的专注 做一件事情 你就会体验到这份狂喜 就是你会发现 原来就是再 欺而不过的一件事情 就是再不欺而的一件事情 随随便问一件事情 当你能够全然投入其中 和那个事情建立一个 全然的关系 你就会体验到这个狂喜 而这个狂喜它其实 当然狂喜并不一定都是狂喜 你可能体验到一种喜乐平安 一种很深的 就是这么一种 这个链接产生的这个部分 那这个时候 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部分 然后因此这份感觉 你会发现 它貌似是 就是你能够 就是其实这些所谓的自驱力 就是内驱力 各种各样的这部分的源头 所以我们的源头 都是和这个有关 但是我就讲 这样讲我就觉得 讲得越来越深了 这个一路 其实到了最后 我还是很好奇 包括有些朋友 就是后来来 可能对你还不够了解 大家都在说 就是这位女老师 是在做教育的吗 那我想我需要再对 这个后来的朋友 加做一点讲解 那伊诺是经典的学霸 加职场女神 她一路就是那个 就是成绩都非常的好 进了清华大学 后来又进了 就是美国的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然后读了分子生物学的博士 后来又去了 麦肯锡工作 后来又去了 比尔盖茨慈善基金会工作 那么后来她又办了 这个一土学校 所以教育家 这是你后来的这个身份 而你前面最经典的这个身份 当然后面这个身份 给了你传奇的色彩 如果前面的那个部分 你就是中国家长 梦寐以求的 这个成功的典范 但在这个时候 我想就是 其实有一个 特别关键性的部分 我很想问 就是在你的原生家庭里头 你有这样的一个记忆吗 就是或者有几个 这样的记忆的例子吗 就是你如何从父母那儿 获得这样的祝福 就是对你的感受的 这些尊重和肯定 非常多 非常多 我觉得其实 叫做 就是我觉得 我在书里其实写 我的家庭呢 其实如果用一个 比较世俗的语言去描述 其实就是一家人 都比较理想主义 理想主义就是说 不是特别 就是如果用你 讲去是比较注重精神世界 或者是精神自我的 这么一种 就是其实这可能 是我觉得 我可能就是 真的是特别幸运的 一个礼物吧 就是我觉得 我们家里面的人 也不是什么 什么读很多书的人 我家里也不是知识分子 但是呢 就大家会对 物质的东西 没有那么在意 我记得你看 我妈妈那时候 我妈妈当然是84年 就我七岁的时候 我妈妈就有机会 那时候去德国留学 然后回来的时候 你知道那个时候 回国要买大件的吗 对吧 大件的时候要拿票的 很难很搞 很难搞到 你想买个席机 是不那个的 然后我妈就 那个大件 很多人就是肯定 买电视啊 买奇迹 这种比较实用的东西 我们家好像也买了 但是我妈会把一个 最大的一个 所谓大件 她买了一套音响 就在那个年代 就会就挺难 就是这种有啥用 不能吃饭 不能洗衣服 就是这个我就印象 就我妈喜欢听音乐 她就说 那我就要买这个音响 那个音响 当时是先锋的 派尼尔 我还记得 我第一次认识 那个英文单词 就还是蛮贵的 就是我觉得 我妈妈就对这些事情 就很有 我妈妈其实也就是个工人 或者就当时后来 她当然是在跨工厂 后来做到工程师 也是工能兵大学生 就是也不是说什么 我们家不是个书相能力 但是我觉得 大家就会对这些事情 更觉得更重要 所以那就从小就 也没有说真正讨论过 这些事情 但是你会知道 大家对精神世界的东西 是更看重的 或者是说 觉得是值得去投入的 包括我自己 我在书里面 其实写了 我当时在大学的一些经历 我有一个特别 就是我觉得我妈对我 特别好的一个事 就是我当时刚去大学的时候 刚到清华的时候 实际上压力是非常大的 因为就是觉得 哇你看我在我们省里边 第一 或者我们高中里面 来了以后 就什么高瘦如云 就大家都有那种感受 那就压力很大 那时候我妈妈来看我 来看我 我当时周末 我其实心里是很抵触的 因为我倒觉得 我周末还要上自习呢 对吧 我还要趁别人不在 赶快补补课 是吧 笨鸟先飞也好 或者怎么样 然后呢 我就跟我妈说 我压力很大 然后我妈说 咱那个压力大 就一天咱们不干了 咱出去玩去 然后就是 就是你跟他 跟一般的父母会不一样 就是那时候我觉得 一般的父母就会说 哇那赶快点吧 我想办法是吧 咱这别人一天 学八个小时 你一天得学 你学十个小时 你才能赶上 没有 我妈那时候 因为我记得那时候 可能是我其中考试 考的不好 反正就肯定不是说 我做的很好 肯定不是说 我觉得我很成功 我很厉害 就我自己的感受 我妈就说 哎呀 他说就是放一边去 我们不管了 今天就一天咱们出去 然后我那时候 就从清华 我们俩骑个自行车 骑到天坛 你知道在北京的话 天坛在城南 对 然后清华很远 我们俩骑自行车去了 我的印象就特别深刻 我们就去天坛玩 我那时候想 那时候我也是刚去北京 就哇天坛 想都不敢想的地方 觉得很远 我就跟我妈妈 我妈妈就骑自行车 我们俩就去趟天坛 像这样这种事情 其实对我的影响 是非常大的 就是说其实是 对 就是并不是说 他帮你找了个名师 帮你把这个 什么高等数学 学得好一点 我们会 我就说嘛 就是我们对路径 是有误解的 我们会认为路径 我要想在清华变好 那我就应该 如果高等数学考的差 我就找高等数学 老师不高等数学 对吧 那我们一般 我们脑子里面 想的路径 往往其实是错的 其实反而的路径 是说 我妈说我们不学了 我们走 我们出去玩去 我们放松一下 然后回来 你的状态会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 我妈才是教育家 但她也没有说过什么 就是她就是有这种 很朴素的这样的一种 能够看到 就是人底层的需求吧 我觉得 所以我觉得这个 我是非常非常受益的 就类似 我里面有很多 这种小故事 包括我那个 我讲我姥姥也是 我姥姥 我就讲 我不是大家认为的 所谓的家里逼着 那种学伴 我姥姥那时候 因为我大时候 小学经常这个作业 我做寒假作业了 大家知道 一放假 给你一本作业 对吧 现在想想 都是对孩子的摧残 人放假 你为人给人 一本作业让人做 然后拖到最后一步 然后后来在我姥姥家 那个院子里 我姥姥就每天 拿这个扇子 然后我们家山东人 拿大扑扇 然后那个 放一个那个 放一杯水果 然后让我在那做作业 然后我做不完 我姥姥就在那 骂老师 骂学校 为什么孩子 不是这么多作业 就是 就我觉得就特别好 从来没有说 你为什么不早点做 你为什么不早点计划 就从来没有批评我 都是老师的错 都是 这个孩子 放个暑假 做多做业 这是不对的 所以我觉得就这些 实际上是 其实说到底 就是一种对孩子的 这种认可 或者就对你是 无条件的是吧 有问题不是你的 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 对我影响蛮大的吧 这些小故事 其实就是对孩子的 自我的这个尊重和肯定 这心疼你了是吗 他们他们该睡觉了 跟我说他要睡觉 好吧好吧好吧 那咱们去睡觉 马上好了好不好 对再有十几分钟 是吧 对再十几分钟 对 就刚才这个故事 我再翻译一下 这个翻译成这个 这个这个有点 这个哲学性的这个语言 你看就是那个 刚就是那个影响的事情 是吧 其实我们就在问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难道这个 只有工具才重要吗 或者自己 或者自己需要工具 或者自己成为一种 工具性的存在 自己要成一个 特别好的工具 才能带着这些样例子 其实工具性和存在性 构成一副对比是吧 其实工具性当然也很重要 是吧 就是我们有这个清华大企业 这个就是 UCLA 麦肯锡这些部分 这当然很 这太棒了 这很好的事情 但是同时就是我们也在问 这种存在性本身 是吧 我们是否相信 就是这个存在性本身之美 我想对音响的 就是去买这个音响 就是对存在性的这么一份尊重 所以我想这个时候 就变得很美 在中国家庭 普遍都在关注你的工具性 是吧 就是你要成为一个好工具 你才能在这个世界上立足 要不然别人不要你了 你就活不下去了 然后就是我们很少体验到 对这个存在性的一种信任 就是你最后讲的那个 后来讲的你妈妈的一个故事 曲天堂的那个故事 就是我也分享一个 我自己的故事 这些其实我也在回想 我的父母好像有没有 教给我这些东西 但是可能他们没有 破壞我的感受 就是结果我就获得了 对自己的感受 一份尊重 我经常讲的一个故事 其实我这边的用户都会知道 就是我在读初中的时候 就是进入初三 就是我是1974年的 就是你们可能 这个你作为北京人 你可能体会不是很深 就是我一句74年出生 我这个初中的时候 大家特别努力 都是考中专师范 因为那个时候农村户口 城镇户口天壤之别 真的是礼遇和龙门的 这么一种区别 所以这个农村的孩子 都拼命的 就是要卷 那是我这一生中 经历的最卷的时刻 直到现在我觉得 虽然现在社会 已经很卷了 对我来讲 我经历最卷的时候 就是那个时候 所以我们一进入初三 然后而且我们整个年级 推下来200多个副读生 平均到每个班里 都有30多个副读生 我们班有个女孩 读到初九了 初中第九年 就是为了考中专师范 而且一个人一聊 就发现人家很聪明 很努力 所以这时候 就很多人都非常的压力 非常巨大 结果这个时候 就出现了一种严重的卷 这个卷就是玩自习结束 大家都不回去 然后就玩自习结束 继续这个就是挑灯夜战 而那时候经常 农村都没有电灯 用没有灯 或者用蜡烛 大家这样去学习 当然有电灯 已经占了多数 但很多时候是没有 连电灯都没有的 结果我就是那个 玩自习结束 九点半 我记得我就回去睡觉的人 然后等到了十二点 然后这帮家伙 再回到宿舍里 然后当我讲这个故事 就是假如没有 就是听过我讲这个故事的人 大家都以为我 超聪明 我就是因为靠我智商 起了作用 其实不是 我靠了自己的感觉 做了一份评估 我也试过熬夜 一熬夜第二天状态不佳 如果连着熬三四天 那这个状态就非常之差 所以我对这时候 对自己的感觉 做了一个极度的信任 其实我觉得熬夜不值得 那白天熬夜了 你以为这个多了吗 这个两个半小时 但是等第二天状态不佳 你整个白天都受影响 你损失多大呀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经典的故事 就是我们对自己的感觉的信任 会让自己 会把自己带向何方 结果看起来 我每天晚上九点半 回去睡觉 像是我这个省 就是比他们少学两个半小时 但是因为我白天状态好 所以就是我这个效率 也比他们好很多 结果最后 而且我因此 就是我的心态也好 就是我的 之后每次考试都蹦个 十几名 几名 或者二十来名 结果等最后考试的时候 我考了全年级第一名 好像也是全线第一名 总分都算上 其实我想这个故事 就想说 就是 这一定不是智商的这个差别 而是因为 就是做了一个准确的评估 这个准确的评估从哪来 就是从对自己的感受 不能尊重上 而且因为我们学校 相当好的学校 就是所以大家都很拼 就是都很努力 因为觉得努力就奔头 我应该是 至少是我们班男生里头 唯一的一个这么干的 甚至我都有点敢 有点推理 我敢说 也许我是整个年级 唯一的一个这么干的 那唯一这么干 并非是就是 就是基于这么一种 这个对自己的这个聪明啊 这些信任不是 其实做了个准确的评估 熬夜不值得 所以我想就是 我们真的可以 对自己的感受 进行一种深度的 这种信任 是吧 用感受来指引着自己 当一个感受 又一个感受 都完成的时候 自己的精神生命 也变得越来越强大 而最终 就是让自己 获得真正的力量 就是这是我今天 做的一个 简单的这个总结 这个时间有点什么 我想最后 就是看看 就是我们这边的 这个就是 就大家有什么 我们这位朋友 大家有什么问题 我想问这个 一诺老师 因为这种机会 很难得 现在应该是脱后了吧 我觉得疫情 当时这些东西的发展 现在暂时应该还没有进展 也包括国家政策的 这些部分 其实有一个问题 也很关键 就是我想你作为 这个教育家 你应该会知道 这个ADHD 这个该怎么办 这个我其实不是专家 因为这个在美国 他们有一个专门 叫特殊教育 其实叫特殊需求的儿童 但是其实 我想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 至少是常识性的东西 都可以做吧 就是 其实ADHD 它是个很广的光谱 就是有的时候 可能就是小男孩 他很容易就会被暗伤 他有这个病 有的时候 他其实不是 他可能就是在这个 有个阶段 所以其实在这个时候 让孩子能够充分的被接纳 充分的玩 充分的 他有需求的地方 让他做 其实至少 如果哪怕 他是真的有这个病症 也是一个 从家庭指质和减缓的 很重要的 这么一个方法 对 但特殊教育 其实本身 它是个专业 这方面不是专家 我也不敢说 我是教育家 只不过是这些年 因为做学校 做家长教育 有一些 有一些心得吧 所以就是 其实教育 这些很多这些题目 讲到一些具体的问题 它都是蛮深的 OK 我觉得有一个部分 就是有人在问 其实我想 如果我是年轻人 我应该是特别想问 你这个问题 就是找工作的方向 要怎么探索 我想把这个话 也再翻译一下 其实就想 其实很想分享一下 希望你分享一下 你的这个职场上 就是 就如此成功 就是 虽然你老说 每个普通人 都有自己的这个部分 但我想大家可能还是很香 很希望你分享一些 就是假如 让你总结三五句话 就是三五的原则 你会想到是什么 在你书里讲了很多 其实我看的时候 我也做了很多记录 但是让你来讲 讲会更好的 没问题 没问题 对大家有兴趣到 因为那个书里面 大部分是讲职场的 所以可能有机会翻一翻 会有帮助 我觉得几个原则吧 第一个原则呢 就是 人比事重要 人比事重要 什么意思呢 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说 哎呀 因为总是有很热的事情 什么前段时间还原宇宙 现在没人说谈原宇宙了 是吧 现在又开始讲什么 拆了GPT了 所以你如果当时 搞了个原宇宙 你可能现在发现 我又过时了 所以就不要去追事 但是很重要的 要去追人 也就是说 有一个 就这个 如果你到一个公司 觉得这个公司的文化很好 老板你很喜欢 然后这些 我觉得在 特别是在职业 这个初期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到了后期 那你可能是更多是事 因为你可以 你就是人 对吧 但是在初期 我觉得人 人比事重要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这么一个原则 我觉得很多年轻人 会犯这个错误 第二个呢 就是 微观环境底 宏观环境重要 怎么讲呢 因为我们说 经常会讲宏观 说我这个 如果我去什么 新西兰会怎么样 如果我去 什么新加坡会怎么样 你在新加坡读研 和我在新西兰读研 有什么区别 其实都是非常可笑的 就你就算是 都在新加坡 你在同一个大学 你不同的导师 你的体验可能都是 非常不一样的 对吗 所以呢 就是有的时候 我们不要 因为特别是年轻的时候 特别愿意关注 这些宏观的东西 我觉得这也没什么错 我们也是了解世界的过程 但是当你自己 做决定的时候 其实微观比宏观重要 就比方说是去读研 那你可能需要研究的是说 这一个导师 他是个什么风格的 他以前有过什么样的 有过什么样的毕业生 做过什么样的工作 这些毕业生 在这个实验室的体验 是怎么样的 就这些事情 可能对你的 就是具体的前途的影响 要远远大于说 这个实验室是在西西兰 还是在新加坡 是在哪个大学 当然不是说我们不在乎 但是这些事情 这个我觉得是第二个 也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个 我觉得可能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 我们要看叫做 我叫做成长比经验重要 因为有的时候 我们会讲 经常是说 哎呀我要去什么经验 但实际上经验这个东西呢 它 就是它是 它是有水分的 比方说你一个工作 做了十年 你就算一点也不动脑子 你也会有经验 对不对 因为你老做嘛 那在年轻的时候 其实为什么要成长 比经验重要 哪怕你说 哎我这个事 可能就做了一年 我就不做了 但是如果你能够去 去在这个过程中 去反思一些成长 以成长带来的东西 是可以在不同的领域用的 就是更底层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第四个 我觉得可能更重要的 就是说 其实真正的成长 永远来自于反思吧 就永远来自于反思 就是说 不管你在做什么 哪怕你说 我做了一个 所谓的看上去 很错误的决定 你如果有养成 一个反思的习惯 不管是人 事 还是说什么 空观 微观 等等这些事情 其实你就会发现 刚才我老师讲到 那个曲线 其实这个曲线 为什么有的人是平的 有的人会高上去 其实我觉得 很核心的一个 其实就是一个 反思的能力 一旦反思之后 你会发现 哪怕是看上去 很糟糕的一个体验 你也会得到一个 很正面的 这样的一个学习的东西 然后这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学习方法 当然学习方法 还有一个很重要 我想回应一下 吴老师讲的 就为什么你学习好 其实对学习好 最重要的一点 实际上是睡眠 所以为什么你 九点半睡觉 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其实在 睡觉的时候 其实是我们大脑 在整合信息的过程 所以你其实 虽然那时候 可能咱们都没有 脑科学的基础 但是你做了一个 非常正确的 符合脑科学的 这样的一个决定 当然一个是睡眠 一个是反思 就是学习里 也是要经常反思的 就是我觉得 这个经常常反思 这样的话 就会你会发现 任何一个经验 你都会有一定距离去看 对 那一段老师 你这个回答他 我们再看一下 再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其实刚才 你前面讲的 那个部分的时候 我觉得 我就在想到 你妈妈说了 这一句话 她说 你如果什么都不做 那顶多就只有一个错 就是没做的错 如果你只要做事情 就很容易因为各种原因 生出很多错 所以我们得试错 今天其实你 无形中提了多次 试错 我想你之所以这么敢尝试 不断地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 做各种各样的 非常不一样的选择 我觉得这个时候 其实你对自己的试错 是有足够的 这个接纳信任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 特别重要的部分 好 我们再看看大家 还有什么问题 这时候 我觉得大家 也问了个很时髦的问题 其实我也挺好奇的 作为自身的咨询专家 就是一伦老师 怎么看 ChatGPT 以及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 会对咨询行业的影响 这场小白 做咨询行业的空间在哪里 这个问题很具体 对 我是觉得 其实我自己离开咨询已经很久了 所以其实我并没有再真正的去看 在咨询行业里面的发展 但是我有一个底层的 大家如果愿意 我其实在我的视频号 我有一个讲ChatGPT的一个小视频 传播还挺广大 大家可以看一眼 但是我觉得 其实它对任何行业的影响 我觉得我有一个 所谓的放之四海 而皆准的 这样的一个道理 也就是说 如果是一帮聪明人 和一帮爱反思的人 爱总结的人 不管在什么行业 他都可以更好的用好工具 而不是成为工具的牺牲品 或者是奴隶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个角度 去透过这些表面的标签 去看 这个行业怎么样 这个行业怎么样 我告诉你 哪个行业里面 都会有因为新技术的发展 而得益的人 也都会有因为新技术的发展 而失败的人 所以我们其实更多 要去抛去这些东西 去看更底层的东西 我觉得可能 也是今天讨论讲的 就我如果我们能够训练自己 去通过表面的标签 去看底层的能力的话 这个能力实际上 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而且是你终身受益的能力 我觉得这是一个 特别重要的部分 我也想做一个分享 其实就是 我们真的地区 相信事情有本质 而且就是那个 一个新事物出来 我们很容易把它 就是要么是理想化 要么是妖魔化 对 我想做我自己的一个分享 就是我在 因为原先我作为宅男 这个就是没怎么开公司 等这个15年 当时开始尝试 要把公司做大的时候 就是那个时候 就很多人跟我这样讲 说这个吴老师 这个个人的心理工作室 已经彻底的死亡了 线下已经彻底的死亡了 因为有简单心理 有一心理这样的部分 他们才是未来 我当时一度还真的相信了 这个部分 还曾经去跟他们谈 看看有没可能 这个比方说 就是入血股啊 或者怎么样 就是后来 就是我就在想 其实我们心理资讯行业 有一个东西 它有一个是本质 其实一对一的面血 永不落 无论这个时代怎么变化 哪怕人工智能怎么样 哪怕出现各种各样的 这个感官的 这个AR和VR之类的 这些部分 我想一对一的面 一对一的面谈 也永不落 你看我们 虽然这样谈得也很好 但是假如咱们 能够面临面的谈 可能这感觉就更不一样 所以我想这就是 系列咨询行业的本质 那既然这样 那你线上做的再好 你还是要做线下 所以我就决定 就是那线下 当然还有很大的空间 当然线上也有空间 所以有了这么一个判断之后 后来我们做了很多事情 就是其实我想 就是很多时候 我们一慌 就容易形成套路性的思考 而且很容易会觉得 自己的生存空间 被严重的缩小了 就是这个 这个有一种力量 被自己强大得多 但是如果我们相信自己 就相信我们的自我 相信万事有本质 然后就看看 那个本质 你如何把握 比方刚刚讲的是吧 我们的成长 永远都是这个最重要的 就无论这个时代怎么变化 而且这个成长真的是 当然如果是卷式的成长 你很容易觉得自己会被 某某东西所取代 但如果你的这个成长 真的是扎扎式式 有你的这个感觉 有你的体验 形成了一个个性化的路径 就是我想可能对这个 对这个AI什么的 就也许根本都还不慌 当然也许有一天 AI的发展 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但是就目前来讲 就是对 它并不能够对这个 个性化的发展 就是构成这个真正的冲击 对 而且它可能 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工具吧 我要这么想 就知道人制造出来的东西 肯定是我们的工具 对吧 就你不能说这车坐得好 车都把人压死了 不可能 你这车肯定有问题 是吧 所以我们 我们要做开车的那个人 我觉得有这个心态吧 所以其实你要这么讲的话 那工具的就是 让我们变得更方便 更强大 它会让有想法的人 更有力量吧 所以我觉得 它一定程度上 可能会造成 更大的一个鸿沟 我觉得这是有可能 一个很大的社会影响 就是说很多人的工作 会被取代 但是如果你愿意去主动的 去拥抱它 去学习它 去利用它 你可能就会 就会更大 但是它可能会带来 下一步这个社会 更公平的问题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 要下一步去面对的问题 但是我不觉得 我对 我觉得说到底 就是工具 是吧 虽然这工具很厉害 但是我们可能更 你是怎么样用好 这个工具 是我们的课题 我想之所以说的 这么自在 轻松一些 加上我这听着 其实就是因为 这个最后 我做一个收尾 就是说 你的这个个人的力量 我的真正的力量 已经就是有你的这个 坚韧的自我在背后了 所以说 当我们有了这么一种 这个真正的 这个有力量的自我的时候 你看这时候 变得很不一样 我们是不容易 被各种各样的东西 所撼动 然后而且 追时髦各种各样的部分 因为我们都知道 就是有这个 稳稳的自我在这儿 而且这个时候 也会相信万十万 我有本质 就是 所以这是我看见的部分 越有这个 这个健康自我的人 他们越相信 外部世界有本质 有规律存在 是的 您总觉得非常好 谢谢 好 那谢谢一龙老师 我看这个 那我们今天时间就到这儿 好的好的 谢谢谢谢 对好像我的直播间 我会再待一会儿 然后大家那个 叫做什么 那个 哦还给我发了几个问题 我到时候再回答吧 那我会 我在我的直播间 再待几分钟 会讲讲我会做的工作坊 谢谢吴老师 非常高兴 荣幸 有机会连线 好的 拜拜 谢谢谢谢 大家再见 好的 拜拜